承受人类敬仰的太阳王子 竟爱上了献给自己的祭品女孩 于是将她悄悄囚禁在天宫 动不动就轻轻抱抱表达爱 只因在波维乌斯帝国有一则预言 太阳王子会遇到一个对火免疫的人类女孩 他们将共同孕育出一位全能的神明 因此每年太阳节都有妙龄少女被当作祭品 献给太阳神的三个儿子 由于这个无稽的预言 人类女星祭品每年都会在节日当天被烧死 而雷蒂安娜就是今年的祭品之一 她从未想过竟会被同父异母的姐姐格拉迪亚强行灌药 还让她愉快赴死 磕下魔药的雷蒂安娜声带受损无法开口 浑身像是被火烧一样难受 绝望无助的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金色的长发被染成瑰丽的红色 而这正是姐姐格拉迪亚所想要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红发 她俩看上去就毫无差别了 望着姐姐格拉迪亚离开的背影 雷蒂安娜傻哀求却毫无作用 最终被侍女们强行拖走 代替狠毒姐姐成为太阳王子的祭品 一直到太阳节这天 作为祭品的雷蒂安娜被带至祭坛 看到眼前的一切 即将被火吞噬的恐惧瞬间弥漫心间 眼泪如雨水般落下 民众们兴奋地握紧拳头 高声呐喊 迫不及待想看到仪式的开始 这时身为大祭司的父亲 在他们热烈的欢呼中走出 我仅此向太阳神子献上我心爱的长女格拉迪亚 她的声音沉默而庄严 假惺惺地流下了廉价的泪水 看到这一幕 雷蒂安娜还以为父亲会心生不忍 她死死盯着台上的男人 以至于没有错过她不带一丝感情的眼神 而台上的男人还在继续表演着她的公正无私 毫不犹豫地开启了祭祀仪式 这一刻雷蒂安娜万念俱灰 她拼命用僵硬的舌头大喊 我是雷蒂安娜不是格拉迪亚 但没有奇迹 被魔药影响的嗓子只是发出了刺骨的哗含声 很快火焰迅速地燃烧起来 窜至雷蒂安娜周身 女孩张开的嘴唇间发出了无声的尖叫 来人了 救救我吧 另一边 太阳神的第三个儿子奥雷肖正悠闲地坐在冰冷的大理石床上 慢慢地拿起了第四杯葡萄酒 却被仆人吉诺焦躁不安的内心戏给打搅了 你惹我生气了 吉诺 你忘了我有毒心术吗 别再抱怨了 听到这话的吉诺立马求饶 殿下 请宽恕我 太阳间马上就要到了 您在错过 陛下一定会砍了我的头 别担心 我可以在父亲之前杀了你 事实上 我会让你死得又快又无痛 闻言吉诺顿时热泪盈狂 殿下 我也许会重生 但每次还是会痛的 可奥雷肖从不参加太阳节 因为他一点也不喜欢这种残忍的献祭方式 然而吉诺却双眼含泪 大喊了起来 殿下 如果您再拒绝献祭的话 陛下会传唤您的 我则会被扔进一个无尽的深渊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听着吉诺可怜巴巴的气球 奥雷肖顿时失去了品酒的兴致 起身说道 如果这真是父亲的医院 那我将接受这次陷阱 就这一次 吉诺去撞告父亲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随着一阵清风拂过 奥雷肖的脸上开始发光 搜的一下就来到了祭坛 听见周遭人类女性放花痴的声音 后悔的想到应该在大火结束后再来 可看着被熊熊火焰包围着的女孩 男人不由自主地从空中下来 走到了雷蒂安娜面前 用诡异的眼睛直视着女孩的脸 淡淡地开口道 你叫格拉蒂亚是吗 你身上一定有着某种神圣的力量 因为你还没被烧死 但不幸的是 我从来没有兴趣接受这种陷阱 文言雷蒂安娜拼尽全力 开口道 混蛋 不是她 我不是格拉蒂亚 但依旧没有声音 见状奥雷肖却一反常态地将女孩带回了天宫 吉诺得知后期的直抓狂 陆喊道 殿下 您怎么能把人机带到天宫 您到底在想什么 可奥雷肖却不以为意 只是淡淡地说道 救她 我有些事需要确认一下 文言的吉诺完全不能理解 急得都快哭了 我为什么要浪费神力去救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来 而且殿下把人机私自带回来 这是很严重的 您甚至会受到审判 听到这奥雷肖突然冷笑了一下 受审 这是有可能的 殿下 吉诺弱弱地说道 猛然想起这世上还没有人敢审判奥雷肖 包括奥雷肖的父亲 太阳神索尔 隆岸 因为奥雷肖是天宫里唯一的审判者 吉诺顿时闭嘴 麻溜地拉开床帘检查起了女孩的伤势 可只是看了一眼 就让她发出惊呼 我简直不敢相信 她就要烧成灰了 随即伸出短胖的手指救治起来 很快蓝色的光线开始渗透到女孩身体的每个角落 女孩紧闭的嘴唇里开始冒出热气 随着治疗结束 雷迪安娜的红发颜色褪去 瞬间恢复了容貌 一头淡金色的长发铺满床榻 这时费了老大神力的吉诺擦了擦汗开口道 殿下 他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意识 请尽快确认您想知道的事 然后在他的人类气息弥漫整个宫殿之前除掉它 可奥雷肖对吉诺的话枝若忘了 只是若有所思地看着面前的金发女孩 她的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就在这时一股陌生的气息出现在了宫殿 奥雷肖眼神瞬间变冷 感受到男人的异常气势 吉诺连忙在女孩周围筑起黑色的帷幕 把女孩藏起来 很快皇宫的使臣到了 对着奥雷肖躬身行礼道 殿下 我带来了皇后的礼物 听说你第一次参加太阳节 他很高兴 奥雷肖淡淡一笑 你是说礼物吗 化落 使臣脚下的地面突然变得异常灼热 周身瞬间被蓝色火焰包围 他忍住灼烧的疼痛 气喘吁吁的勉强说道 我是奉皇后之命来的 不能这样对我 这是传统 传统吧 奥雷肖冷笑一声 看今天天气很好的 你肯定不希望这是你们的最后一天吧 而忍不住疼痛的使臣在此刻大叫了起来 啊 好烫 大家都出去 马上给我出去 说完便失去意识 砰的一声倒地不起了 呜呜 太可怕了 皇宫来的是你们尖叫着狼狈逃跑 地旁的吉诺吓得瑟瑟发抖 殿下 您真的把所有人都赶出去了 皇后和派洛斯家族不会放过你们了 没关系 我只想过一种不受皇室干涉的生活 当然了 殿下 吉诺狗腿的附和道 可不管怎样 现在您参加了太阳节 是时候失去您的楚男之身了 话音未落 只听艾尔一声 絮絮叨叨的吉诺就被弹飞了 随后奥雷肖若无其事地吩咐是你 那女孩醒了就告诉我 与此同时 雷蒂安娜正在经历一场无法分辨现实的噩梦 梦中的她一边跑一边哀求 来人啊 救救我 可还是被一只邪恶的手抓住了头发 你竟敢逃跑 你这只小老鼠 一道邪恶的男生响起 不顾周围的视线 拖着挣扎的她向角落走去 雷蒂安娜 无论如何都要活下来 母亲最后的遗言在女孩的脑海中响起 女孩撑起谨慎的一口气 拼尽全力推开了恶人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了骚动声 格拉蒂亚神女来了 所有人纷纷跑向神女 原来每年太阳节到来前 神女会出于怜悯挑选孤儿 幸运的话 还能成为神女 这些都是你召集来的孩子吗 当这道清晰的声音 祖宙的声音 大声喊道 尊敬的格拉蒂亚神女 如果你能听到我的话 请把我从这地狱里救出来 在此之后 雷蒂安娜便被安置在了某座寺墓 在这里吃饭 睡觉 洗漱 那些对雷蒂安娜不甘心的神女们 开始用鼓语低声道 真不知道格拉蒂亚 为什么总是把这些乞丐带来寺命 看起来又脏又卑微的东西 小心点 那是你不懂格拉蒂亚 太阳节上祭坛前要多行善事 因为太阳神会保佑善良的人 神女们低声交谈着着 以为这些乞丐没人知道鼓语 可雷蒂安娜听懂吗 因为她的母亲会鼓语 正梳着头发的女孩悲伤地想着 我真为格拉蒂亚神女的伟大感到难过 她很快就会把自己献给太阳神来保护了 她是那么善良地救了我 守护圣火不息的 她是埃拉迪哥帝国第一神女 甚至能用她的神力制造火焰 这天 雷蒂安娜像往常一样虔诚地祷告着 全能的太阳神啊 谢谢你让我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正当她凝视着灿烂的阳光时 一个神女走进了她的房间 我是来带你见尊贵的乌尼库斯大祭司的 但在那之前 你的头发颜色需要改变 很快一头雾水的雷蒂安娜被神女们装扮好 几人走在前往大祭司宫殿的路上 她看着倒映在光滑地面上的自己 突然冒出了一个无厘头的想法 我看起来好像格拉蒂亚 想到这雷蒂安娜瞬间脸色发红 低下了头 我怎么会这样想呢 突然一道高亢的声音响起 尊敬的乌尼库斯大祭司 格拉蒂亚神女前来拜见 雷蒂安娜顿时瞳孔一阵 头上的面纱也瞬间被揭开 刚结束祭司的乌尼库斯正在用清水洗手 格拉蒂亚 你怎么突然在这个时间来了 听到大祭司叫自己格拉蒂亚 雷蒂安娜整个人开始颤抖起来 小小的身体升起一股巨大的不安 对不起 我其实就在这时 另一个格拉蒂亚出现了 呵呵呵 父亲 我在这里 乌尼库斯猛然一惊 那真的不是你吗 格拉蒂亚 闻言格拉蒂亚笑得更大声了 怎么样 父亲 这不是很完美吗 我一直在到处找这个小东西 乌尼库斯满脸不解 这是什么意思 格拉蒂亚 格拉蒂亚粗暴地 抬起雷蒂安娜的手腕说道 看看 父亲 正如我母亲所说的 曼多斯家族的印章 连同这些被诅咒的文字 都烙印在他的身上 话落 乌尼库斯终于明白过来 格拉蒂亚 你知道这是一次错误 乌尼库斯试口否认 但眼角却莫名留下了 一肠炽热的眼泪 这时格拉蒂亚温柔的声音 再一次响起 雷蒂安娜 你觉得呢 你看不出我们俩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我听说你母亲是太阳神的直系神 据说她有一头淡金色的头发 天生就有一种魅力 能让全国的男人着迷 对吧 父亲 够了 格拉蒂亚 别在为这是困扰我 你现在也命悬一线 乌尼库斯用古语恶狠狠地说道 文言的格拉蒂亚丝毫不慌 用古语轻声说道 但她明天会代替我去太阳节 雷蒂安娜在格拉蒂亚的话语中心跳骤净 气谈 据我所知 是他们向太阳神献人记的地方 想到这 雷蒂安娜眼泪如雨水般落下 拉住了格拉蒂亚的衣袖 请饶了我吧 我愿意做任何事 神女 我不想死 文言格拉蒂亚微微一愣 看着绝望哭泣中的雷蒂安娜 冷冷地说道 你竟然能听懂古语吗 你真聪明 但别忘了你的身份 你生来就是替我去死的 她是世间唯一的审判者 却满心只想和献给她的祭品女孩共勉 明明拥有毒心术 却单单看不穿她的心思 奥雷蒂看着在睡梦中 还在哭泣的雷蒂安娜 莫名心疼 随即用力抓住了她的手腕 一把将人拥入怀中 专注地扫视着女孩精致的小脸 不禁感叹 虽然只是一个人类 但却有着很适合她的淡金色头发 此时的雷蒂安娜还沉浸在噩梦中 即将被火吞噬的恐惧 以及手上传来的力量 让她以为自己的手在燃烧 女孩瞬间睁开眼睛 可耀眼的光线 使她的眼睛无法聚焦 只看到了一张模糊的脸庞 你是谁 奥雷蒂微微一愣 听到女孩干裂的声音 她用神力照出一个黄金水杯 将杯中的圣水 朝着女孩的小嘴倒去 就像给枯萎的花朵浇水一样 可雷蒂安娜却大惊失色 这一刻她想起了 自己被神女人粗暴的怪象模样 导致声带受损无法开口 她不想再一次 被这么可怕的对待 于是女孩闭上嘴唇 死死的咬紧牙关 一把将圣水打翻 见状奥雷蒂猛的 将女孩抱上床爬 冷冷的说道 你必须喝 否则阳光会把你晒干 直到你死去 不 我不要喝 可奥雷蒂对女孩的话 之落网 还是用神力照出了第二杯圣水 随即像压制小猎物一样 紧紧的按着她的后背 将水杯靠近女孩的唇边 但她还是没有张嘴 只是发疯似的猛烈挣扎着 一下又将圣水打翻了 奥雷蒂看着这个 为了拒绝圣水 而不断抽气着女孩 身上被打翻的圣水浸湿 突然笑了一声 你很有趣 但你开始困扰我 不要抗拒你的好运 说完直接将圣水 倒入自己的口中 紧紧的抓住女孩的小下巴 浮身压了上去 瞬间微妙的触感 在雷蒂安娜的唇间蔓延 不知道过了多久 直到她全身僵硬 奥雷蒂才把圣水喂完 这时雷蒂安娜的视线 突然变得明亮起来 看着眼前俊美到语言 无法形容的男人 女孩不敢相信地 瞪大了双眼 刷得一下羞红了脸 然后下意识地问道 你是谁 听到这话的奥雷蒂 无比亲切地笑了笑 你没认出我真是太失望了 人类女人 雷蒂安娜看着她灿烂的笑容 皱了皱眉 一脸猛逼 见状奥雷蒂立刻低声提醒道 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混蛋 此话一出 女孩猛地心头一跳 想起了伙计那天 自己在死亡前见到的男人 小脸瞬间惨白 但她很快反应过来 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等一下 这是不是意味着 我还活着 奥雷蒂专注地盯着面前的女孩回答道 我不能说你还活着 可你也没死 文言雷蒂安娜整个人都不好 要知道樊咒祖太阳神了 必受她恼怒三代 虽然自己应该活不到有孙子的时候 但想到自己可能会再次坠入地 她一下子就振作起来了 猛地俯下身 用额头状的地面砰砰下 太阳神 请原谅我的罪悟 请怜悯一下这个可怜的灵魂吧 请用你的爱保佑我 把我从永恒的地狱中拯救出来 够了够了 奥雷蒂烦躁地说道 天知道她最讨厌见到哭泣的脸了 可对雷蒂安娜却一点也厌恶不起来 男人一把将她抱起 女孩惊得停止了哭泣 直到被放在床上 她才意识到自己接触到了对方强健的身体 瞬间吓得魂飞魄散 全身僵硬 直挺挺地躺在了床上 晕了过去 奥雷霄不敢相信她就这么晕倒了 为什么她这么做 我们是太阳的后代 俗世统治人类 让他们信仰我们 人的生命短暂 微不足道 然而 这个人类女人 她是第一个能直视我眼睛的人 不仅如此 我还读不懂她的心思 现在杀她太浪费了 随即对侍女吩咐道 密切注意她 她可能会再次大吵大闹 接着又不放心地交代道 一定要尊重她 第二天早上 天宫里发出了一声吐蕃鼠的尖叫 天啊 我一定是在做梦 是的 一定是这样 吉诺的目光锁定在静静躺着 平稳呼吸的女人身上 急得直跳脚 为什么人类忌品还活着 安静 一旁的奥雷霄摸着黑豹的脑袋 冷冷地说道 记住我的话 我打算让她活下去 什么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殿下 万一别人嗅到她的气味怎么办 您这么做是为了激怒您的父亲吗 而奥雷霄只是抱着宠物的脑袋 轻轻地笑了笑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你不是想让我失去第一次吗 文言的吉诺一脸猛逼 小心翼翼地问道 殿下 您真的想和那个人类忌品睡觉吗 没错 男人轻描淡写地回答 让吉诺瞬间炸毛 见状奥雷霄一脸诡计得逞地笑道 别担心 我开玩笑的 听到这话吉诺气得浑身发抖 尖叫起来 殿下 刚才你把我拦住了 你什么时候处理掉她 别告诉我你想把她当宠物养 我们不能让她活着 殿下 即使陛下允许 皇后也不会放过你的 如果皇后再派使尘埃 那个人类就死定了 让我们在那之前杀了她 奥雷霄不以为然地说道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 我当然是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结束她的生命吧 吉诺顿时松了一口气 看来殿下终于醒悟过来了 可下一秒 奥雷霄笑容灿烂地说道 我马上就去睡觉 和她一起 文言的吉诺当场实话 二殿被火烧死的祭品女孩 即将获得永生 原来得到太阳王子的初夜 就能长生不老青春永驻 而此时的奥雷霄正想着 把第一次交给这个人类女孩 精灵吉诺得知后气的直抓狂 殿下 您在说什么 我假装没听见 不 我一个字都没听到 文言奥雷霄有些好笑地说道 你的傲慢令人震惊 吉诺 你想让我抹去你脸上的表情吗 就像我对其他人做的那样 话音刚落 吉诺就吓得大哭了起来 不 您太残忍了 殿下 奥雷霄不以为然 如果你闭上嘴 没人会知道的 可怜兮兮的吉诺还是不死心 您的几个兄弟很不一样 原来奥雷霄的母亲只是个反人 所以身为半神的他 却有着一头漆黑的头发 和一双黑色的眼睛 而自古以来 半神从未被承认是真正的神 即使是被最高的神刃祖规中 也没有例外 几乎所有半神最终都会以神法之名 被暗杀或毒死 但奥雷霄不仅活了下来 还以皇子的身份统治着整个天界 因为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黄金荣耀 还天生具有毒心术 因此众神都不愿对他采取行动 包括全能的太阳神索尔 想到自己复杂的绅士 奥雷霄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淡淡地说道 我家里的每个人都想让我破竹 不是吗 但我们没想到你的伴侣 会是一个人类女性 这样的话 你可能会被剥夺绝位 殿下 吉诺大声吼道 奥雷霄却不以为意 这样吗 那又如何 听到这话 吉诺顿时把头拍得砰砰响 小小的精灵脑都不禁大了三分 要知道在神界 王子成年后 必须娶一位皇室成员 或者高级仙女 并使婚姻圆满 这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事情 那些真心知识皇后和皇室的人 编制了一份潜在的新娘名单 试图将奥雷霄殿下 置于他们的掌控之下 但是奥雷霄殿下 想放弃他对王位继承 通过把自己的第一次 交给一个凡人 想到这里 吉诺突然灵光一闪 等等 即使奥雷霄殿下 和人类女性睡觉 他仍然是唯一的审判者 这意味着 即使是太阳神索尔 也不能剥夺他的头衔 这一刻吉诺的大脑疯狂运转 于是若有所赐的开口道 即便如此 感觉还是不对 让你把出业给一个人类女性 奥雷霄无声地叹了口气 只要能让他们远路 我都会很高兴的 但是殿下 您有可能会被彻底驱逐出天界 闻言奥雷霄不慌不忙地 倒了一杯酒 悠闲地举起酒杯 笑得如同阳光般灿烂 嗯 那正是我想要的 不久后 雷蒂安娜缓缓睁开了眼睛 刚醒来的 她睡眼朦胧地想着 我能闻到太阳的温暖 这一切都是一场梦吗 还是太阳神怜悯了吗 把我送到了天堂 女孩突然愣住了 因为她发现 自己的双手竟然被绑住了 就在这时 一道好听的声音响起 你说你不是格拉迪亚 那你叫什么名字 雷蒂安娜 女孩呆呆地 看着头顶俊美的男人 下意识回答 见状奥雷霄不由地勾起嘴角 雷蒂安娜 瞬间恐惧弥漫全身 求您别杀我 请给我松绑 当然可以 只要你保证不再晕倒 随着一道响指出现 绑在女孩手上的绳自动散开 雷蒂安娜微微一正 疼得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接着快速转身 跪趴在床上 对着奥雷霄虔诚扣白 男人却一把 抬起了女孩的下巴 带着阳光般温暖的笑容 柔声说道 你可以抬头看看 可女孩却红着脸 别开了视线 奥雷霄有些好笑地再次开口 我叫你抬头看看 这道声音像是有魔力一般 让雷蒂安娜不由自主地乖乖抬头 于是奥雷霄满意极了 笑容更是灿烂了几分 真是个好女孩 两眼是注定要相遇的 雷蒂安娜 而看着面前 带有阳光般灿烂微笑的声音 此时的女孩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她美得令人陶醉 我想让你活下去 奥雷霄温柔的声音再次响起 打断了女孩的思绪 一时有些不敢相信的问道 您真的要宽恕我吗 殿下 当然 事实上 我甚至可以让你获得永生 但你必须在我的床上获游 闻言雷蒂安娜顿时大惊失色 颤抖地问道 一晚上 在床上吗 如果 我不想永生吗 你很有勇气 但你敢拒绝吗 话落 女孩一下愣在了原地 久久没有发出声音 奥雷霄从床上下来 休息一下 好好养养你的身体 你比老鼠还弱 直到奥雷霄离开 雷蒂安娜也没有从刚刚的震惊中回神 此时的她脑海中浮现了母亲叮嘱过她的话 男人和动物没什么两样 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清白 想到这女孩的泪水止不住从眼眶滑落 她是一个神 但她还是个男人 虽然她的话听起来很美好 但如果我不能取悦她 她可能会把我变成石头或木头 母亲 我该怎么办 是一杯价值连城的圣水 可女孩却死活不愿喝下去 因为接受她就意味着会失去自由 就在雷蒂安娜暗自伤心之际 一阵浓烈的花香打断了她的思绪 突然一滴水落在了大理石的地面上 红得变出了一个绿色头发的陌生女孩 雷蒂安娜顿时吓得花容失色 天宫里又再次传出了类似吐蕃鼠的尖叫 于是绿发女孩连忙摆手介绍自己 您好 我是妮可 一个低级的水仙精灵 殿下派我来照顾您 真的很抱歉吓到您了 雷蒂安娜夫人 我给您拿了点水 可雷蒂安娜却拒绝一切食物 只是默默地抱息坐在床上 单纯的妮可完全不懂夫人 为什么会那么伤心 暗暗想着 能服务王子的第一次合作对象 是我最大的荣幸 但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凡人在天宫里活不了多久 他们脆弱的身体 无法抵挡太阳的精华 注定会枯萎 我解释说他需要吃东西 才能活下去 然而 夫人依旧拒绝一切食物 看着一言不发的雷蒂安娜 妮可急得快哭了 可怜兮兮的开口道 雷蒂安娜夫人 拜托了 我收到的命令 是您需要喝下这杯胜水 里面有太阳王子奥雷肖殿下的精华 听到这话的雷蒂安娜接过杯子 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 没有下一步动作 妮可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夫人不愿意喝下去 要知道这杯含有 奥雷肖殿下精华的胜水 可是特斯卡女神中 最高等的奢侈品之一 一杯就足够我19个兄弟姐妹的嫁着 突然一道声音响起 打断了妮可的思绪 如果我喝了这个会怎么样 妮可连忙回答 您会变得健康美丽 就像波维乌斯的女神一样 雷蒂安娜吸了吸鼻子 满脸认真的说道 妮可 你可以喝这个如果你想的话 此话一出 妮可瞬间慌了 我不敢贪图殿下赐予您的一切 雷蒂安娜夫人 看着妮可一副避之为苦不及的药物 雷蒂安娜任命般的把胜水灌入了口中 健壮的妮可趁机询问 您从明天开始吃东西吗 雷蒂安娜疯狂摇头表示拒绝 妮可快要哭了 弱弱的问道 那么水呢 您还会继续喝吗 听到妮可的祈求 雷蒂安娜缓缓点了点头 健壮的妮可顿时开心起来 满脸笑容地说道 谢谢你 雷蒂安娜夫人 我差点忘了 您现在可以和奥雷霄殿下一起躺在床上 接着便用神力在雷蒂安娜的头上插满了橙花 雷蒂安娜满脸猛逼 而妮可却一脸兴奋地解释道 因为天堂里的女士们 会把橙花插在她们的头发上 在她们准备新婚之夜的时候 话音刚落 她很可能都已经死了 躲在巨大石柱后面低 吉诺弱弱弱地响着 听到她的心声 奥雷霄冷冷地开口道 我知道你躲在那里 如果想活命 就现身吧 话落 吉诺急忙从石柱后跳了出来 我只是路过 殿下 文言奥雷霄站了起来 语气更加冷了几分 我想先惩罚你 再了解你决定路过的原因 听到这话的吉诺吓得本体都出来了 但还是鼓起勇气 对着已经走到她面前的男人轻声问道 您真的要让那个人类女性活着吗 奥雷霄没有回答 只是无声地叹了口气 又来了 然后不紧不慢地倒了一杯酒 见状的吉诺继续说道 殿下 我不认为让一个凡人喝下 含有您精华的圣水是个好名 我恳请您再考虑一下 就在这时 一直低着头注视着杯子的奥雷霄 突然抬头看了吉诺一眼 两人瞬间对视 吉诺顿时痛苦大叫起来 哎呀 他连忙用手捂住双眼 我觉得我的灵魂在消失 哦 殿下 请饶了我吧 殿下 您真的想我死了 看着哭唧唧的吉诺 奥雷霄神清气爽地转过了头 悠闲地品了一口酒开口吧 那个人类女孩能和我对视 华洛 眼球失踪的某精灵下意识接话 她是否能和您的眼睛对视并不重要 我们得先把她干掉 等等 吉诺猛地反应了过来 您刚才是说她看着您的眼睛吗 她的灵魂完好无损 没错 奥雷霄扰有兴致地说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她活着 其实我要强迫她吃东西 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 突然男人眼神一寒 脸上开始发光 瞬间消失不见 吉诺呆呆地看着掉落的酒杯 最喜欢纸缩草 全能的太阳王子 就把整个宫殿堆满了纸缩草 还借机一把推倒女孩 将她放在了最爱的纸缩草上 俯身压了上去 霸道地抬起她的下巴 轻轻吻上了女孩的额头 安慰着女孩内心的惊慌 随后缓缓靠近了她的红唇 瞬间夺取了她全部的空气 这一刻仿佛时间停滞 只剩下两颗心激烈的跳动 直到伪迪安娜快要喘不过气势 奥雷霄才离开 空气中满满的荷尔蒙 让她的心乱乱的 小脸顿时上的通红 两人之间甜甜的互动 闪下了我们这群单身狼 可就在不久前 雷迪安娜还决绝地 从天宫一跃而下 准备用生命换取自由 被密切关注着 她的奥雷霄瞬间发掘 及时感到将她稳稳接住 此时的奥雷霄真的气狠了 冷笑一声 淡淡说道 我要告诉你的事 即使你的身体摔下去 完全破碎 我也能让你起死回生 说完便将女孩带回了天宫 放在了床榻上 然后抄起床边的一半水果 朝女孩递了不去 用温柔的语调 说起了冰冷的话语 复活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 请记住这一点 听到这话的雷迪安娜颤抖着小手 接下了水果 巨大的恐惧顿时席卷全身 哦 我想死都死不成 我再也不能为自己做选择 看着瑟瑟发抖的女孩 奥雷霄觉得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继续开口道 我知道这件事发生时 那个水仙精灵不在家 说到这奥雷霄顿了 抬起手轻浮了一下空气 下一秒女孩同孔微镇 某个伸手分离的画面 在眼前一闪过 这时的她才明白过来 面前的神明竟有着如此凶残的手段 却依旧能笑容灿烂地对她说 现在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吃水果 如果你不吃 你的水仙精灵就会有同样的下场 从那天起 女孩便受到了更严格的监视 每天早上 妮可给她食物 而雷迪安娜为了妮可 把食物硬塞进了自己的喉咙 虽然是被迫的 但她所消耗的天赐食物发挥了作用 雷迪安娜似乎恢复了健康 奥雷霄也会经常在 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来看看女孩 然后每一次妮可都会害怕地 现出原形然后消失 雷迪安娜一边忍受着奥雷霄无情的微笑 一边和她寒暄着 直到该睡觉了 奥雷霄似乎很满意这种平淡无奇的活动 两个世纪以来 她一直回避与别人任何形式的接触 因为她那被诅咒的祝福 与她对视的人的灵魂会枯萎 但雷迪安娜是不同的 她怕她 可她的灵魂却完好无所 再加上她无法读懂她的心思 奥雷霄终于能够在 另一个人的陪伴下 享受一些安宁 她允许她流几滴眼泪 如果她再试着跳下去 她知道她会一次又一次地救活她 她甚至考虑过赐予她永生 然而 有一个问题 是她缺乏耐力 想到这奥雷霄叹了口气 雷迪安娜 你去睡觉吧 不会的 殿下 可乖乖躺下的女孩 却委屈得鸣紧了嘴巴 强迫自己闭上眼睛 告诫着自己 我必须睡觉 其实我不想 但我很好奇 突然女孩偷偷睁开了眼睛 为什么太阳王子要让我活着 昏昏欲睡的雷迪安娜 左思右想还是没有睡着 疼得一下坐了起来 果然整天无所事事 然后入睡太让人厌倦了 就在这时妮可走了进来 看到雷迪安娜起来了 笑着说道 你醒了吗 殿下外出打猎去了 要我给你洗个澡吗 还是先吃点东西 今天的无花果又甜又新鲜 奥雷肖开始沉迷于 增加雷迪安娜的睡眠时间 他说这是他在天宫里 生存的唯一方法 但他会使雷迪安娜 处于恍惚的状态 只有剩水 才能让他从迷惘中清醒过来 我觉得头晕 打扰一下 妮可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听到这话的妮可 一脸猛逼的问道 雷迪安娜夫人 您觉得无聊吗 那您愿意和我跳舞吗 还是您想唱歌 不 我想工作 我不在乎是什么工作 清洁 擦拭水果 我什么都愿意做 求您啊 我得做点什么 如果我不 说到这儿 你还停住了 死死的咬紧牙关 在心里继续说道 我要疯了 文言妮可解释道 雷迪安娜夫人 黄氏血统的女士们不工作 但我没有黄族血统 妮可满脸不紧 可您作为殿下的伴侣 简直就是帝王 话未说完 妮可突然尖叫一声 哎呀 受到了极度惊吓的 她瞬间化为水滴 在雷迪安娜面前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奥雷肖出现在了房间门口 她一如既往地带着灿烂笑 你醒了 雷迪安娜 文言女孩尴尬地笑了笑 没有说话 暗暗想着 她好像很喜欢看我的反应 见状奥雷肖走过去 柔声问道 你有什么心事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是这样吗 我讨厌骗子 雷迪安娜 话落 女孩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说道 是是是 我想知道是否有什么工作要做 奥雷肖有点猛 一时没有明白女孩的想法 于是开口问道 工作吗 是的 工作 您能给我点事做吗 殿下 我的手很灵巧 给我纸缩草 我可以编织一个结实的篮子或盒子 文言的奥雷肖觉得女孩太可爱 没忍住伸出邪恶的大手摸了摸女孩的头顶 低声笑了笑 纸缩草 多没有趣 随即一把抬起女孩的下巴 专注地盯着她的眼睛 缓缓开口 但雷迪安娜 你不需要纸缩草 你也不需要做任何的工作 我会一直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 所以你所需要做的 就是待在原地 那是你的工作 看着眼前霸道的男人 雷迪安娜暗暗想着 她又来了 用那样的眼睛疯狂地看着我 却流淌着难以形容的悲伤和残忍 你就乖乖坐着等我吧 那是你的工作 这就是你所需要做的 你是我的 我是你存在的理由 承受人类敬仰的太阳王子 竟爱上了献给自己的纪品女孩 明明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可她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呢 躲在宫殿门口的吉诺完全无法理解 就在这时 吉诺发现远处的妮可 正在纸缩草中翻找着什么 于是大声喊道 嘿 你 人类女性怎么样了 妮可被突然的声音 惊出了一脸冷汗 你吓到我了 你指的是雷迪安娜夫人 看着一步步朝她走来的紧 妮可起身犹豫地说道 她很好 谁能想到一个凡人 竟能在天宫里安然无恙呢 此时的妮可脑中一团乱马 弱弱地说道 也许她做得不是很好 听到这话 吉诺一脸震惊 她有屈尊对你说这种话吗 到底是什么让她这么不开心 妮可弱弱地回答 事情是这样的 可话没说完就被奥雷霄打断了 你一定是妮可 话落 妮可吓得冷汗直流 僵硬转过头喊道 殿下 而一旁的吉诺也颤抖地开头 殿下 我 我差点心脏病发作 可奥雷霄却眼神一喊 冷冷地盯着妮可 这般放肆 你一定不珍惜你的生命 妮可吓得瑟瑟发抖 殿下 我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奥雷霄饶有兴致地拖着下来 你竟敢再服用过 林努母后出现在我面前 以此来阻止自己 去想雷蒂安娜的事 实在太放肆了 原来林努母是一种 由硫磺和陈旧的黄金 以及古老魔法制作而成的精神护盾 可以让使用者 暂时屏蔽奥雷霄 窥探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灵魂也会因此安全 远离奥雷霄那阴暗的凝视 闻言的妮可留下了恐惧的泪水 颤抖地解释道 我别无选择 殿下 我 我只是担心 殿下会为雷蒂安娜夫人感到担忧 奥雷霄冷笑一声 担忧 你竟敢说出这样的话 听着男人一场冰冷的话语 现场的两精灵顿时大惊失色 而此刻的奥雷霄却在想着 我应该杀了他吗 不 如果那个人类女孩发现水仙精灵死了 他会再次昏倒的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这几天感到那么烦躁 想到叫奥雷霄猛地抬起手 地团蓝色火焰从掌心燃起 妮可呆呆地看着面前深蓝色的火焰 一下湿了魂 眼神涣散地张开了嘴 喃喃自语起来 我 妮可 为雷蒂安娜夫人感到非常遗憾 我担心她随时可能会从阳台上跳下去 我为雷蒂安娜夫人感到难过 她被迫吃下东西 有时会把所有东西都吐出来 她甚至无法冒险走出宫殿 因为殿下已经封锁了每个入口 我希望我能帮上忙 但是吉诺大人警告过我 如果我惹恼了殿下 她会把我的家烧火 雷蒂安娜夫人不高兴 她被三王子殿下吓坏了 但还是在勉强自己保持威笑 妮可 我 妮可 说着说着身体便向后倒去 咕咚一声摔在了纸缩槽里 看着面前表情不善的男人 吉诺弱弱地问道 这就是上个月雷暴的原因吗 人类女性惹毛你了吗 奥雷肖没有回答 只是边走边吩咐吉诺 我去那个水仙精灵的记忆 再给我拿些纸缩槽来 文言的吉诺很快地瞥了一眼 奥雷笑 不解地问道 殿下 您想要更多的纸缩草吧 是的 一定要把她的整个房间都塞满 殿下 您对人类女孩的这种痴迷是怎么回事 您的家族一直在打听您是否失去了童真 而我现在进退两难 殿下 既然如此 你明天何不去拜访一下皇宫 殿下 请告诉我用什么缘由去拜访 去给他们看证据 证明我终于带了个人上我的床 另一边 雷蒂安娜坐在阳台上 抬头凝视着她向往的灿烂阳光 身后是负责监视她的侍女 她静静地思考着 或许总有一天 我最终也会像他们一样 如同行尸走肉般活着 我一生都在与饥饿做斗争 以前的我只是想喝一口水 却渴得失去意识 只能靠地上的草棉抢生存 可奇怪的是 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 我有一张舒适的床可以躺着 美味的食物和饮料触手可及 但为什么我还在寻找活着的理由呢 自由 天啊 我不想只是活着 我想要自由 这是一个奴隶永远无法渴望的东西 母亲 在我小时候你给了我虚假的希望 我为此怨恨你 蕾蒂安娜 总有一天你会自由的 即使我死后 也会为你祈祷 愿你能够经历我一生中的一切 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你错了 母亲我 就在这时 一道充满活力的声音 打断了蕾蒂安娜的思绪 看看这个 蕾蒂安娜夫人 猜猜妮可给你带来了什么 妮可抱着一团纸缩草 满眼写着快夸我快夸我 可蕾蒂安娜却没有预想中的开心 只是一脸担忧地说道 但是妮可 如果殿下发现你给我带了纸缩草 你会 他有我的许可 听到奥雷霄的声音 蕾蒂安娜转头看去 小脸带着惊讶 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 只是呆呆地注视着男人的眼睛 奥雷霄站在阳光下 笑得一脸灿烂 你想要他 不是吗 纸缩草 面残酷无情的太阳王子 背地里却是个毫无原则的恋爱 只要心爱的女孩不高兴 她就会立马妥协 明明说过纸缩草毫无用处 却依旧将成山的纸缩草 带到女孩面前 蕾蒂安娜看到这个场面 也是满头雾水 为什么给我带了这么多纸缩草呢 还没等她问出口 奥雷霄叫安娜不住了 蕾蒂安娜 你感觉如何 看着男人如往常般的灿烂笑容 女孩一脸猛逼 还以为这是奥雷霄给她安排的工作 于是立马鞠躬表示感谢 可却没听到回应 随即偷偷瞥了一眼男人 就看到奥雷霄皱着眉头不太满意的样子 女孩顿时吓得热泪盈眶 内心暗想 我 我应该说点别的吗 见状奥雷霄果断伸出了邪恶的大手 轻轻捧住了女孩的脸颊 小心翼翼地为她擦去泪水 柔声说道 当你表达感激之情时 你应该要微笑 可听到这话的蕾蒂安娜却哭得越发伤心 这一刻 即使是全能的太阳王子也无计可施 只能不知所措地将手从女孩脸上一开 冷冷地开口 蕾蒂安娜 你说过你希望活下去 闻言的蕾蒂安娜瞬间一惊 颤抖地说道 能再说一遍吗 不 我是说 是的 我希望活下去 奥雷霄俏皮地歪了下头 故作不解地说道 真奇怪 那些希望活下去的人 通常都会为他们的生命求我 话音刚落 嘴瓶扑通一声 蕾蒂安娜已经颤抖着跪在地上 瑟瑟发抖地磕头说道 殿下 我恳求您 请彻底结束我的生命 看着女孩意料之外的表现 奥雷笑一下被气笑了 哼 你真的想死吗 猛地抓住女孩的肩膀 将她扔在了纸缩草上 在蕾蒂安娜震惊的目光中 俯身压了上去 正如我之前告诉过你的 我非常注重礼仪 毕竟我是有金光的太阳王子 这下女孩彻底慌了 连忙开口道 等等 殿下 我知道您比表面看起来更善良 您温柔而善良 文言的男人笑了起来 我妈 如果你再让我杀了你 我会立马在这里 让你成为我的女人 我知道这对像你这样的女人来说 会比死更加痛吗 当然你也可以求我饶你一命 如果你这么做 在我拥有你的期间 我会尽我所能保住你的命 这样你就可以永远成为我的女人 我能看到你脑袋里的思维在转动 雷迪安娜 如果你真的想死 你就不会陷入沉思了 说完奥雷笑霸道地 抬起了她的下巴 缓缓靠近了她的红毁 瞬间夺取了她全部的空气 这一刻仿佛时间停滞 直到雷迪安娜快要喘不过气势 奥雷笑才不舍得离开 看着通红的小脸气喘吁吁的女孩 她有些好笑地说道 一个闻你就泪成这样了 而雷迪安娜没有说话 只感觉心要跳出嗓子眼了 身体也像着了火一样 于是奥雷笑柔声说道 今天就到这吧 你需要变得更强大 才能承受我 说着一把拉起女孩的小手 放到自己嘴边咬过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纯白帕子 将鲜红的血液滴了上去 随即对着一旁的侍女吩咐 告诉吉诺把这个带到我父亲的宫殿 而后又视如珍宝地 亲了亲女孩的掌心 让她好好休息 很快消失在女孩面前 徒留雷迪安娜一人 羞红着脸躺在纸缩草上 此时的她才反应过来 无人们竟然一直站在他们身边 围观着两人的亲密 等等 妮可也看到了吗 我之后该如何面对她 但没等雷迪安娜继续想下去 求生欲满极的妮可现身了 抱歉 雷迪安娜夫人 殿下突然出现了 你没事吧 夫人 文言的雷迪安娜红着脸 流下了庆幸的泪水 她没有看见我们真是太好了 第二天 吉诺带着奥雷肖失去童贞的证据 站在皇宫门口 忐忑不安地等着赵姐 哎 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 很快庄严华丽的宫门缓缓打开 吉诺恭敬的声音随之响起 来自特斯卡的侍从 吉诺代表奥雷肖 鲁曼殿下 向全能的太阳之子索尔 鲁曼陛下致敬 恳请敬见陛下 索尔示意殿上的其他人退下后 便开口问道 那个得到奥雷肖童真的女孩是谁 吉诺下的冷汗之流 握紧了手撞着胆子说道 她是人类 陛下 逆时宫殿里寂静无声 好久之后 索尔威严的声音才再度响起 她带回了献给她的人类祭品 她是个有特殊能力的女祭司吗 她是传说中描述的那个女人吗 一连串的问题一下把吉诺问网了 下意识开口道 请再说一遍 陛下 随后又立马反过来 慌张地解释道 她绝对不是传说中的人物 她似乎是一个神力最小的女祭司 我相信她与传说没有任何关系 陛下 您应该不会相信奥雷肖殿下打算反叛您的吧 我的儿子奥雷肖对我还是有价值的 尽管他傲慢无礼 吉诺 是的 陛下 改变他 确保每个人都把他当作皇宫的交际花看待 文言吉诺不解地问道 对 对不起 您不是要我 话未说完 就被索尔打断了 我确信奥雷肖会短暂露面 然后就回特斯卡 那很有可能 陛下 在他们逗留期间 其他人必须相信这个人类女孩是来自皇宫的 一旦奥雷肖对他失去兴趣 我们就可以处理掉他 在那之前我会把这中起来的 我索尔 鲁曼 无意与我的第三个儿子开战 只是一个人族的奴隶 却被全能的神明囚禁在天宫之上 成为了他的龙中鸟掌中物 不仅失去了他的初吻 就连初夜都难以保住 自从上次两人接吻后 雷迪安娜就昏睡了整整一周 在此期间 原本破败虚弱的身体竟然得以恢复 就连从小被打上的逃奴烙印也都不复存在 眼前光滑无比的肌肤 让女孩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奥雷肖 看着因自己的昏睡而满脸担忧的妮可 雷迪安娜犹豫了一下 不好意思地开口道 妮可 我有点饿了 你能给我弄点吃的吗 听到这话 妮可顿时激动的小脸通红 当然 我马上去给您拿些食物 很快解决了两大盆食物的雷迪安娜 满足地伸了个懒腰 暗暗想着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如此清爽 仅仅是一个吻 就让我感到如此有活力 想到这 她突然自嘲地笑了 你知道吗 妮可 我并不是一位祭司 我来这里之前实际上是个奴隶 奴隶的印记时刻提醒着 我是社会的最底层 但她随着一个简单的吻而消失了 感觉如此 短暂 文言的妮可满脸不赞同 不要这么说 蕾蒂安娜夫人 您的人生绝不是短暂的 在天宫除了神明 人人平等 这意味着您的过去在这里毫无意义 而且不管别人怎么想 奥雷霄殿下选择了您作为她的女人 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尊重 听到这蕾蒂安娜一下郑主 转身朝着妮可看去 只见妮可像个天使一样 笑得如同阳光般灿烂 您也是我服务过的第一位女士 对我来说您很特别 我很高兴能为您服务 蕾蒂安娜夫人 温暖的话语彻底融化了她 一直以来钢铁般的决心 从未经历过如此温暖的蕾蒂安娜 没有忍住 留下了幸福的泪水 这一刻她彻底释然了 她暗暗地对自己说 你必须好好考虑 蕾蒂安娜 这可能是你的最后一个幸运的机会 抬头凝视着灿烂的太阳 女孩耳边突然想起奥雷霄的低难 你需要变得更强大 才能承受我 她猛地回头却没有看到男人的身影 可蕾蒂安娜却是微微一笑 如果我的生命无论怎样 都取决于奥雷霄王子 那么我会按照神的吩咐去做 并充分利用我所得到的 随即她走到奥雷霄送的纸缩草前 准备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她的一阵忙碌下 半天时间就把特斯卡的宫殿 铺满了纸缩草 把奥雷霄和吉诺看得目瞪口呆 干净十足的蕾蒂安娜 自从苏醒后就一直在编织篮子 你可不停地让她休息 她也不愿意 得知情况的奥雷霄不满地说道 你把你仅有的一点精力 都浪费在这个无聊的事情上 一旁的吉诺也气得直抓狂 真是一团糟 我怎么可能做到 将这个固执的人类女性 变成一个优雅精致的仙女 可话音刚落 就被护短的奥雷霄用神力封住了嘴 这一刻男人的重色亲友 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看着女孩充满活力地欢迎她的到来 奥雷霄有些不敢置信 受宠若惊地开口道 雷蒂安娜 是我 我知道 殿下 您是伟大的太阳神的第三个儿子 是把李仪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太阳王子 按照你的要求 我一直在做我的任务 按照我的要求 我告诉过你我的手很灵巧 而且我能做出坚固的东西 殿下 您说过要尽我所谋 听到这奥雷霄却突然朝女孩伸出了手 柔声说道 为什么不让我看看呢 文言雷蒂安娜连忙将自己编好的篮子递了过去 奥雷霄举着篮子一脸猛逼 又再次伸出了温暖的大手 我是说 把你的手给我 你的手脏了 说完便搜的一下 用神力给女孩清理干净了 感受到奥雷霄的关心 雷蒂安娜一下羞红了脸 可暧昧的氛围还没持续两秒 妮可杀风景的声音就从一旁传来 焦急的喊道 殿下 吉诺大人有点不对劲 话落 两人双双朝着吉诺看去 只见被封住口鼻的吉诺即将窒息 于是奥雷霄果断挥手解除封印 获得自由的吉诺真的怒了 我以为我要窒息了 殿下 您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他看起来像来自皇宫的仙女 看着在地上360度无死角撒泼打滚的猛精灵 雷蒂安娜开心地表示感谢 吉诺你真好 给我们造了风 多亏了你的努力 纸缩草干的快多了 你可尴尬地在一旁复合 似乎是这样 谢谢你吉诺大人 文言吉诺气得七窍生烟 我再也受不了了 现在可不是边傻纸缩草篮子的时候 可女孩却理智气壮地拒绝 我必须这么做 这是殿下的指派给我的公主 吉诺急得点起小短腿 就想抢夺雷蒂安那边好了 你怎么了 女人 马上把她放下 我是雷蒂安娜 我的名字不是女人是雷蒂安娜 此话一出 奥雷霄瞳孔猥琐 被今天一场强势的女孩震惊了 某王子和某精灵纷纷呆在原地 窃窃思语道 她怎么了 什么意思 殿下 你说她卧床了一个星期 她确实是 你不会认为她的头出了什么事吧 奥雷霄没有回答表示默认 原本一心求死的女人在她眼前变了样 还痴迷于编织指缩草篮子 但她似乎比以前快乐多了 雷蒂安娜活力满满的说道 您还有别的任务给我吗 只要您一句话 我保证会竭尽全力的 看着眼前这个一心只有篮子的女孩 吉诺气得牙痒痒 很好 雷蒂安娜女士 你会演奏什么乐器吗 女孩摇头 你会被试吗 你会唱歌或跳舞吗 继续摇头 上帝啊 那你到底能做什么 如你所见 我能编织结实的指缩草篮子 华洛 吉诺的火山在这一刻终于彻底喷发 我要你记住这些卷轴上写的所有东西 别再摆弄那些愚蠢的指缩草篮子了 深夜 吉诺急得来回踱步 这不行 这根本不行 她不会演奏乐器 也不会跳舞或唱歌 没有人会把她看作仙女 看来埃拉迪哥的女祭司 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长袖上午 她是个奴隶 吉诺 什么 您说奴隶 吉诺有点不敢置信 随即灵光一闪开口道 殿下 也许去拜访一下魔法师大人会更好 你必须爬上一座危险的山才能到魔法师那 你肯定不会想带那个虚弱的人类女人去吧 我们别无选择 帝国节就剩一个月了 我宁愿选择危险的攀登 也不愿让大家发现您和一个人类女人上床了 而被闪电击中 奥雷霄若有所思 突然想到 我们明天要接待来自皇宫的客人 皇后又派叛徒来受什么吗 是的 我希望你明天早上早点离开 我不想他们明天会闻到蕾蒂安娜的人类气味 亲爱的女孩第一次离开身边 男人就止不住思念 想和她贴贴 可为了避免女孩的人类身份被发现 最终落得惨死的下场 奥雷霄还是决定 让吉诺带着蕾蒂安娜前往克莱山拜访世界上最博学的魔法师 此刻在特斯卡宫殿不远处 三人正在艰难的翻山越岭 啊 呃 呼 平时缺少运动的吉诺气喘吁吁地抱怨着 我应该让殿下为我们制造一辆云马车 提到奥雷霄 蕾蒂安娜猛然想起 今天早上的时候 殿下还来看过她 她突然很想知道她为什么来看她 看着眼前体力不支的某精灵 蕾蒂安娜想着我应该为殿下做点什么 于是开口道 打扰一下 吉诺 又怎么了 你可以爬到我背上去 文言吉诺大惊 下意识说道 我年纪大了 不适合这种事情 飞机又反应过来 傲娇地说道 但为了你 蕾蒂安娜女士 我可以例外一次 很快三人接近了目的地 吉诺指了指前方的大石头高兴地说道 就是这里了 你干得很好 蕾蒂安娜女士 接着迫不及待地从女孩背上跳了下来 第一次从吉诺口中听到夸赞的话 蕾蒂安娜心中油然而生出一股自豪感 只见她双手合十 开始感激神明赋予的崭新人声 我喜欢这里 我能听到森林的声音 树叶沙沙作响 虫子叽叽喳喳 连吹来的风都好像有生命一样 就在这时 冲到前面带路的吉诺回头喊了起来 你们怎么这么慢 快点 我们来了 妮可连忙回应 接着忍不住吐槽起来 她有时表现得像个脾气暴躁的老头 听到这话的蕾蒂安娜疑惑道 妮可 吉诺多少岁了 我不确定 但我敢肯定她至少有五百岁 五百岁 就在这时 蕾蒂安娜看到不远处出现了一个奇怪生物 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竟然是马 她以为自己看错了 揉了揉眼睛 依然没有变化 原来此人正是这次他们要拜访的魔法师大人 在看到蕾蒂安娜时 也是有些震惊 对着吉诺说道 当我听说殿下选择了她的第一个伴侣时 我以为她会选择与阿弗洛迪特仙女这样的人 请你认真地告诉我 只是一个人类女孩吗 吉诺有些善善地说道 魔法师大人 这正是我们来见您的原因 幸运的是 她比看上去聪明多了 哦 而且她还擅长编织缩草栏子 文言魔法师有些惊讶地说道 蓝子 接着用脚重重地踩向地面 煞时间一头巨大的山羊怪出现在空中 把两女孩吓得呆愣在了原地 见状魔法师开口道 我只是让你们小心这个地区的山羊怪 你们不想被生吞活泼吧 一旁的吉诺弱弱地说道 魔法师大人 难道您没明白殿下想把针槽交给这个女人吗 我只是开个玩笑 别担心 待在我身边 你们就不会受伤 这不是很好笑 很快魔法师带着他们来到了一处洞穴 这里正是她的住处 刚到门口几人就被眼前巨亮的藏书深深震撼 而刚进山洞就消失的魔法师端着食物在这时出现 你们一定很饿了吧 请随便吃 如果你们不介意 我就回去继续工作了 说完不等回应就转身走了 看着魔法师离开的身影 蕾蒂安娜感慨道 她是个很好的人 吉诺接话 好个屁 我们跋山涉水到这里见她 她给我们提供的却只是啤酒和鹿肉 妮可拿起啤酒也加入了谈话 听说她是最聪明的智者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卷种 太神奇了 此时的吉诺嘴里塞满了鹿肉 听到这话还不忘吹嘘自己 你说神奇 我早就掌握了这么多知识 健壮的蕾蒂安娜无嘴笑了起来 吉诺不明所以地问道 你为什么笑 蕾蒂安娜回答 你刚刚还挺可爱的 话落 某精灵的脸刷得一下熟透 你说什么 一旁的妮可也是神捕刀 吉诺大人 您的脸红得像个樱桃 就在这时 蕾蒂安娜无意扫到了一旁的书桌 看到桌上摆放着一堆杂乱的工具 固有感慨道 魔法师大人一定很忙 一旁疯狂近视的吉诺回应 确实是的 他看上去可能有些粗鲁和鬼怪 但他无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学者 吃饱喝足的吉诺直接躺了下去 懒洋洋的说道 他可能现在没时间离我们 趁他不在的时候我们休息一下 闻言你可顿时慌了 这里条件太简陋了 他怕蕾蒂安娜休息不好 于是皱着小脸开口 吉诺大人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魔法师大人肯定不会希望我们在这过夜的吧 可蕾蒂安娜却兴致勃勃地捡起了枯树枝 妮可 我很好 但是在睡觉前我还有些事想做 与此同时 皇后的阴谋正在特斯卡的宫殿里进行着 奥雷霄看着面前从皇宫来的使臣 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你说他背叛了皇后 这可是伯里克利 我的导师 也是我好朋友的父亲 明明是一尘固然的手 可奥雷霄却看到了满手的鲜血 他突然大笑了起来 眼角流出了炽热的泪水 随着一阵清风拂过 奥雷霄的脸上开始发光 搜的一下就来到了蕾蒂安娜的房间 看到空无一人的宫殿 他才想起蕾蒂安娜去了克莱山的魔法师吧 于是便凝聚神力瞬间来到了女孩身边 看着熟睡中的女孩 奥雷霄失落地想着 蕾蒂安娜 你会像其他人一样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吗 汹涌地勤胆一下涌上心头 奥雷霄直接抱住了身旁的女孩 满足地依偎在了她的胸口 哪怕只有片刻 我也想靠在你怀里休息 那女孩好不容易决定接受太阳王子的爱 恶毒皇后就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拆散他们 此刻在波维乌斯帝国花园 皇后正在宴请着家族的仙女们 我们听说三王子殿下终于失去了真操 我想知道她究竟和哪些神圣的血统结合 仙女们议论纷纷 想着皇后肯定知道 可皇后却是冷笑一声 即便她是神的后裔 又有什么关系呢 奥雷霄只会和我们为她选择的女人结婚 说着瞥了眼一旁的女孩 你不同意吗 泰拉 被皇后Q到的泰拉一时正常 接着不动声色地开口道 你们为什么不在帝国节的时候亲眼看呢 重要的是殿下对此有何感想 话落 皇后举起了手中的酒杯 我希望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加入我们 祝福奥雷霄王子真正有了第一个女人 波维乌斯帝国闪耀的珍宝终于做出选择了 很快宴会结束 皇后不满地敲了敲桌子 示意泰拉跟上 随即带着泰拉前往自己的宫殿 刚到室内 泰拉就把头上的皇冠摔向了大理石的地面 如果殿下选择了来自派洛斯家族的仙女 我就不会这么难受 他怎么能把真操交给一个无名之辈女 泰拉 记住我的话 奥雷霄会和你结婚的 你没什么好担心的 只见皇后拿起一杯酒 坐在了沙发上 信誓旦旦地说道 目前奥雷霄只是索尔身边一条中心的狗吧 而且我也会尽我所能让他属运 另一边 被奥雷霄抱着睡了一晚上的雷迪安娜 第二天竟然发烧了 妮可急得团团转 怎么办 吉诺大人 这都是因为你 他生病肯定是因为一路背着你上山 文言吉诺慌张地喊了起来 什么 我又没让他背我 这时听到动静的魔法师出现了 怎么回事 话落 妮可连忙开口 请帮帮我们吧 魔法师大人 随即魔法师上前摸了摸女孩的额头 然后诊断就结束了 这是疲劳 给他喝点加了肉桂的芙蓉花茶 他很快就会好的 见状的妮可有些猛逼 您确定吗 魔法师点了点头 我去准备茶 我这里应该还有些草药 说着便转身离开 不料撇到了一旁的书架 顿时一惊 什么情况 看着眼前整理的紧紧有条的书卷 魔法师终于明白了 蕾蒂安娜的病是怎么回事 于是对着妮可说道 等我们聪明的小姑娘恢复后 就可以开始课程了 很快喝下花茶的蕾蒂安娜就醒了过来 等等 这是下雨了 听到动静的妮可一下开心起来 蕾蒂安娜夫人 您感觉怎么样 您的烧看起来应该退了 醒来的蕾蒂安娜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 殿下在哪里 妮可回答 我确定她在她的宫殿里 我们昨天到了魔法师大人的山洞 您还记得吗 可蕾蒂安娜昨晚好像感觉到了奥雷霄的狂在 难道那只是一场梦 想到这 女孩疼的一下坐了起来 妮可 吉诺大人在哪里 文言妮可满脸嫌弃的说道 谁管那个恶毒的老家伙在哪里 捞着蕾蒂安娜走去 给你 蕾蒂安娜女士 女孩不解的问她 这是什么 吉诺一脸傲娇 我给你带来了你最喜欢的纸缩草 记得你向殿下要了一座山的纸缩草 对吧 妮可有些无语 你为什么拿来了纸缩草 如果是一个苹果会顿好的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门外传来 小睡仙 蕾蒂安娜女士还在睡觉吗 文言的妮可顿时一正 她终于想起来魔法师说过要开始给蕾蒂安娜上课 于是连忙拉住女孩的手 带到了魔法师面前 可眼前的一幕着实把蕾蒂安娜震住 只见魔法师大人搜搜几下 就把几根银线变成了一个银碗 简直太神奇了 蕾蒂安娜惊叹地张开着小嘴 都能塞下一个鸡蛋了 魔法师转头看向蕾蒂安娜 小姑娘 要不要试试 可不等女孩回答 一旁的吉诺却皱着眉 怒气冲冲地说道 我是要你把她变成一个女神 而不是一个铁匠 魔法师却丝毫不慌 让他们随便说吧 这没什么 而且诗人会把蕾蒂安娜女士 当作是卡尔克女神的后人 他们会意识到 她是从你那里学会的制作金属 听到这话 吉诺有些无奈的摆在手 首先我对这些不是很感兴趣 其次卡尔克是石头女神 一旁的妮可鼓着小脸 还在思考 石头有什么不对吗 魔法师对吉诺的话 也是置若我们 对着满脸写着 我想学的蕾蒂安娜说道 小姑娘 跟着我做 好的 先这样 再这样 不到零点一秒 一朵栩栩如生的银色花朵 就出现在了女孩手中 把现场的两精灵 看得一愣一愣的 瞬间化身蕾蒂安娜的 头号粉丝 哇 真漂亮 真的 见状魔法师也是满意地 笑出了洁白的牙齿 拍了拍女孩的肩膀 昨晚殿下来拜访过我 我会竭尽全力 不辜负她的期望 听到这话的蕾蒂安娜 顿时一整 僵在了原地 小脸刷得一下红了起来 殿下昨晚在这里吗 所以那 不是一个梦 那女孩终于意识到 自己对太阳王子的胆情 可那个深爱着她的神明 却迟迟没有出现 自从上次奥雷霄抱着 雷蒂安娜入睡 已有一周 然后就再也没来过 今天是三人启程回去的日子 而男人依旧没有现身 此刻洞穴外 雨一直下个不停 魔法师拿来了一匣子 晒干的虎婆 以便他们能在 倾盆大雨中下山 也能取暖 吉诺有些不好意思的 挠了挠头 原来是他坚持 要在今天下山回去了 因为连续一周的大雨 让吉诺非常担心奥雷霄 要知道只有奥雷霄的情绪 能直接影响天气 三人走在泥泥的路上 看着面前恶劣的天气 吉诺不由地越发担心 我想知道殿下 为什么这么沮丧 他明知道我们今天要回去 文言的雷蒂安娜有些萤火 奥雷霄王子情绪低落 可他的情绪和天气 有什么关系 像我这样的凡人 果然永远无法理解神明啊 但即便如此 我还是想知道 更多关于殿下的事 以及他为什么 想让我永远活着 这时收到闪电突然落下 妮可顿时吓得哇哇大碗 吉诺皱着眉头 心中更是担忧不勇 殿下只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该停下来 接着提醒道 小心脚下 路很滑 随即开始在雨中飞奔起 两女孩也紧跟其后 很快几人到了 特斯卡的宫殿门口 吉诺满脸焦急 妮可 你带雷蒂安娜女士去谈 我要去和殿下谈谈 说完便转身跑开了 留下两人呆愣在原地 回过神来的妮可 带着雷蒂安娜 拖着艰难的步伐 走到了塔内 雷蒂安娜心不在焉的 看向窗外奥雷霄所在的神亮 可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片带着血色的微光 那是什么光 看那边 妮可 不知道殿下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闻言妮可安慰道 可能是吧 但也可能是因为石墙发出的光 我们快点吧 雷蒂安娜夫人 一般下雨的时候 我们都能看到 不要想太多了 与此同时 吉诺光速赶到了 奥雷霄所在的神亮 可满地的仙红 无疑让他更加着急 殿下 奥雷霄王子 您在哪里 他愤怒地拎起 倒在血泊中的一个侍从 你们这些傻瓜 你们真的都失去意识了吗 殿下到底去哪了 突然吉诺正着 眼角扫到了一片熟悉的异角 定睛一看 前方倒在血泊中的那人 赫然就是奥雷霄 随即立马迈起小短腿 冲了过去 一道旧质的光圈 迅速浮现在奥雷霄身上 奥雷霄睫毛颤了颤 缓缓睁开眼睛 露出了漆黑的瞳孔 看见了眼前的人 是你啊 吉诺 接着有些茫然地坐了起来 吉诺一边施展着神力 一边开口道 殿下 照这样下去 您就只能任由皇后本国 您必须马上去见大王子殿下 他是一位纯血土的王子 一定能解决这件事 而此刻的奥雷霄 全身流淌着 浓浓的悲伤以无奈 去找他也改变不了什么 今天不是审判 可我毫不犹豫地 把他们全杀了 所以等你有机会的时候 你一定要杀了我 我是个杀人犯 看着陷入痛苦和自责中的奥雷霄 吉诺难受地直掉眼泪 您不是杀人犯 您是波维乌斯 唯一全能的审判神 请马上去见您的哥哥萨尔托斯 文言的奥雷霄 满是无奈地笑了笑 接着脸上开始发光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只留吉诺一人低声抽气着 陛下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殿下 他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另一边 雷迪安娜看着魔力罩外 越吓越大的 担忧地说道 妮可 你还要回家吗 已经很晚了 此时的妮可正端着一杯热茶 朝着雷迪安娜走去 雨下得很大 吉诺大人让我在这里待到雨停 听到这话雷迪安娜开口道 如果殿下来拜访我们呢 我知道你很怕她 文言的妮可丝毫不慌 殿下这段时间不会来了 雷迪安娜震了一下 呆呆地说道 我知道了 眼前却莫名浮现了那人俊美无比的脸 所以奥雷霄王子 暂时不会来看我了 可不知怎么 不知道她是不是因为神庙里发生了什么事才这样沮丧 吉诺看起来是那么的害怕和担心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总是情不自禁想起殿下 和她身体触碰时的热度 和她唇齿相遇时的火花 还有她压在我身上是身体的重量 想到这雷迪安娜不由地捂住了自己通红的脸颊 我想知道殿下什么时候会回来 那来了 太阳王子和人类女孩的第一次终于来了 就在刚刚 被恶毒皇后诅咒而犯下错误的奥雷霄 来到了莱尼图亚 此时的大王子萨尔图斯正在专注地看书 突然身后闪过一丝微光 萨尔图斯感应到了异常 转过头看去 奥雷霄 是你吗 我说过 来之前先传个话 我就能安排人好好招待你 可为什么你总是像个被遗弃的幽灵一样敲敲进来 话落 一阵金光闪过 奥雷霄顿时出现在了萨尔图斯面前 看着有些围你的奥雷霄 萨尔图斯在身边筑起了黑色的帷幕 只不过你这次杀了多少人 奥雷霄回答 我不记得了 萨尔图斯大步上前 一把抓住了奥雷霄的手腕 距离大规模处决还有三个月不到 但你的手上却已经沾满鲜血 你疯了吗 这次奥雷霄没有说话 只是用悲伤的眼眸静静地看着萨尔图斯 见状萨尔图斯继续问道 这是阿瓦丽地亚皇后干的 是吗 你需要不止一次的净化才能洗去你身上的血丑 我得向莱尼图亚多要一些净化水 煞时间晶莹剔透的泪珠 顺着奥雷霄的脸颊流了下来 像断了线的珍珠 事情会好起来吗 就连萨尔图斯的神力都对我不起不用 想到这奥雷霄痛苦地闭上眼 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可不知怎的 他突然很想见见美迪安娜 绷得睁开了眼睛 而后又回过神来 自嘲地想着 奥雷霄 你真是个傻瓜 在这种情况下竟还会想到人类女人 这时萨尔图斯拿来了一盆净化水 满脸担忧地开口道 奥雷霄 你是审判者 可最关键的 你也是太阳王子 而太阳之子是不能判那些不该判死刑的人死刑的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你的太阳神力将会被剥夺 你的本质也将慢慢消失 除非你想像阎王一样永远生活在地狱里 对了 我听说你把童贞给了一个仙女 她来自哪个家族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以为你已经加入皇后的侍令了 这永远不会发生 萨尔图斯继续说道 你应该接受泰拉的求婚 然后再考虑下一步行动 只有这样你才能活下来 那也就不了我 相反 泰洛斯家族将在王室中获得更大的影响 说到这奥雷霄顿了顿 我问你个问题 你希望卡丽哥继承王位吗 萨尔图斯愣了一下 没有回答 于是奥雷霄站起身说道 亲爱的哥哥 如果卡丽哥登上王位 那就没必要开战了 因为不管有没有战争 我都会让伯维乌斯变成废墟 文言萨尔图斯皱了皱眉 能统治莱尼图雅 我就已经满足了 要知道不管我们的父亲索尔做了什么 反抗他的人都会被世人认为是叛国 所以别浪费时间来支持我了 你照顾好自己吧 可奥雷霄却是不以为意地勾起了嘴角 我很乐意反抗我们的父亲 另一边 睡梦中的蕾蒂安娜突然被一声呼喊惊醒 疼得一下从床上弹起 来人正是吉诺 只见他带来了魔法式清单上的东西 一脸严肃地对着蕾蒂安娜说道 你可以开始练习了 蕾蒂安娜有点猛 吉诺 你确定你得到了殿下的允许吗 吉诺双手抱胸 你不会跳舞 也不会唱歌 所以你至少应该熟练地处理银制工艺品 还有妮可 怎么了 我要你在蕾蒂安娜女士工作的时候 把这些事读给她听 接着转头继续对着蕾蒂安娜说道 15天后 你将以仙女的身份参加帝国的新月节 但我是人类 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假装是一个仙女 要知道人类是不允许进入天宫的 如果有人发现你是人类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见吉诺没懂她的意思 蕾蒂安娜解释道 我骗过所有人 让他们相信我是仙女之后会发生什么 文言吉诺一时雨色 我不能告诉她 这一切结束后她会被烧死 于是顿了顿开口道 殿下将迎娶家族为她挑选的女人 然后你就自由了 话落 蕾蒂安娜猛地抓住了吉诺的手 力道之大让吉诺不禁晃了晃身子 你说的是真的吗 什么意思 你说我将会获得自由 听到这话吉诺一下抽出了自己的手 捂着嘴轻壳了一声 是的 你可能会自由 此话一出 蕾蒂安娜顿时激动的小脸通红 我保证努力工作 我马上就开始 十天后 克斯卡宫殿 蕾蒂安娜正勤奋地练习着处理银制工艺品 地旁的妮可满脸疲惫 蕾蒂安娜夫人 您能记住这些事吗 蕾蒂安娜满脸自信 当然可以 我想我至少记住了二十卷的事 妮可接着问道 那么您能背诵您记住的这些事吗 文言蕾蒂安娜闭上眼睛 淡定地背诵了起来 每当我看到你的脸颤开笑容 我的心就蓬蓬直跳 就在这时 妮可猛地打了个机灵 飞机光速变成了本体 搜的一下消失在了原地 没发现异常的蕾蒂安娜还在继续被试 只是偷偷看你一眼 我的心就燃起火焰 除了你 我什么都不能看见 你的灿烂笑容 一道好听的熟悉男生响起 蕾蒂安娜瞬间愣住了 此刻宫殿内好听的声音还在继续 让我心痛 当我看见你的时候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 你优雅的睫毛和锐利的目光 真漂亮 阿波罗之歌是为你而唱的 我的爱人 直到听完蕾蒂安娜才回过神来 转头看去 赫然是多日不见的奥雷霄殿下 奥雷霄看着自己日夜思念的女孩 打趣地说道 蕾蒂安娜 你决定成为一个富有失忆的铁匠了吗 蕾蒂安娜小脸刷得一下红了 心也不由自主地开始蓬蓬指点 看到女孩手中栩栩如生的银制花朵 奥雷霄上前从背后抱住了女孩 你学的比我想象的更有天赋 接着小心翼翼地拖起她受伤的右手 严肃说道 但是蕾蒂安娜 我不希望我的所有物受到任何伤害 随即一把拉起女孩的手贴到了自己脸上 所以试着多留心 蕾蒂安娜小脸越发红了 我差点忘了 她那霸道的性格 万一她拿走了我所有的工具里面 于是女孩连忙抽回自己的手 藏到了身后 殿下 他们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以后我会更小心 毕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 听到这话的奥雷霄沉默地转身 坐到了一旁的沙发上 你继续吧 我会保持安静的 女孩微微一正 您不必 蕾蒂安娜突然顿紧 她不想让奥雷霄发现她想活下去 而此刻的奥雷霄已经陷入了自己的思绪 想到刚刚和哥哥说的话 我非常乐意 反抗我们的父亲 奥雷霄眼神坚定了起来 随后眸光微闪 看着蕾蒂安娜的背影 暗暗思索 在我飞回家的路上 我一直在想她 是因为她让我安心吗 还是 她沾满青草的纸巾 她吃完桃子后 匆匆擦嘴一样 还是她装睡时 皮肤散发出的甜甜香味 没错 就是那些小事 当我回忆起那些时刻 我混乱的头脑 似乎就会平静下来 一旁的蕾蒂安娜心不在焉的 摆弄着手中的银线 我想问她 为什么这几天雨下的这么大 为什么她看起来如此疲惫 但是我不敢有这些想法 因为妮可说过 为了结婚 太阳王子必须失去童真 这是一种仪式 皇后一直想让三王子殿下结婚 她和泰洛斯家族 一直在关注着殿下 可脑海中却不由自主 浮现出上次奥雷霄 亲吻她后的画面 我想今天就到这里吧 你需要变得更坚强 才能承受我 蕾蒂安娜的小脸 又再次红了起来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选择 但今晚也许我们争动 想到这女孩的手臂 无意识地碰到了 一旁烧得通红的引起 被烫伤的蕾蒂安娜 忍不住发出痛 奥雷霄的思绪一下被拉了回来 蕾蒂安娜 到我这里来 女孩顿时大惊 随即藏起被烫伤的手 善善地笑了笑 我没事 只是个小伤 我闻到了烧焦的肉味 快过来 闻眼蕾蒂安娜 只好拖着沉重的步伐 来到了奥雷霄面前 奥雷霄小心翼翼地 拖住女孩的水 看起来很痛 我们必须马上治愈她 说着便对着伤口吻了上去 就在这时 奥雷霄突然一惊 有股陌生的气息正在靠近 王室的使臣似乎要经过这 真是太糟糕了 他们一定能同她的烧伤中 嗅出人的气 我必须用我的气息来掩盖她 看着眼前不明所以的女孩 奥雷霄开口道 我们来完成 上次没做完的事情吧 闻言的蕾蒂安娜 顿时羞红了小脸 你是说在这里做 见状奥雷霄一把抱起了女孩 满眼温柔地看着她 你脸红了 蕾蒂安娜 风箱里的火对你的皮肤来说 是不是太热了 不是的 这是因为 没等她把话说完 奥雷霄突然亲了上去 随即将她放在床上 鼓声压了上去 看着蕾蒂安娜不知所措的 奥雷霄突然停住 和我说的相反 我觉得蕾蒂安娜还没准备好承受 随即起身准备离开 可蕾蒂安娜却急了 殿下 有什么您不喜欢的吗 我会照您说的做 原来她以为 如果不这样做 妮可和吉诺可能会陷入死亡危机 奥雷霄克制着自己心头的欲望 蕾蒂安娜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现在 话音未落 女孩像是开窍了一点 我明白了 您希望我先吻您 奥雷霄一时失声 随后坏坏地笑了 轻声靠近女孩 好姑娘 你确定你不会后悔吗 话落 蕾蒂安娜松开了自己的头发 迅速闭上了双眼 看着满脸坚定的女孩 奥雷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 很快靠近了她的红唇 那么如你所愿 太阳王子等了两百年 终于和心爱的人类女孩 做了夫妻 此刻晴朗的夜空中雷声昏迷 从未见过此等异象的吉诺 有些担忧地看着窗外 殿下又做了什么 就在这时 一阵金光闪过 觉察到一样的吉诺转身看去 顿时大惊 恶然是奥雷霄抱着昏迷的 蕾蒂安娜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见状的吉诺瞬间炸毛 殿下 您到底对蕾蒂安娜女士做了什么 马上把她放下 奥雷霄小心翼翼地 把女孩放在了床榻上 然后才淡淡地说道 我们做了每个男人和女人 都会做的事 如果蕾蒂安娜 已经成为永生者就好了 话落 吉诺顿时尖叫出声 什么 飞机伸出短胖的小手 对着女孩救治起来 在新月节之前 你不能靠近她 奥雷霄疑惑道 你在说什么 吉诺继续补充 不能牵手 不能接吻 不能有任何身体接触 听完这话 奥雷霄有点不满地说道 你现在是在给我下命令吗 而此时的吉诺 我刚刚给蕾蒂安娜 检查完毕 一时没忍住转身 对着奥雷霄大呼 小叫起来 诅咒 我就知道会这样 您为什么在过去的 两个世纪里都没开婚 我知道您是铁树开花 但这有点失控了 文言奥雷霄气得清金报警 直接用神力 给了口无遮拦的吉诺 一个小小的教训 看着吉诺粉色的头顶 冒出黑色的明烟 还冷哼一声 随后聊起女孩的一颗头发 脸色瞬间温柔起来 不管他们怎么说 你终于永远是我的了 另一边 皇后阿瓦利蒂亚 正依靠在太阳神索尔怀中 陛下 卡丽哥什么时候能回来 自从他离开我们星座就变了 索尔拿起一杯酒 冷冷说道 我还能听到 他杀害的仙女的哭声 皇后慌忙解释 可这都是那些女人的错 因为他们想爬上她的床 听到这话索尔依旧没有松口 他还谋杀了一个 来自皇室的成员 文言皇后娇媚地笑了笑 陛下 您说的对 都是卡丽哥的错 但陛下 卡丽哥最大的错 就是继承了您的美貌 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来 星月节快要到了 说到这皇后不由地握紧的拳头 连奥雷霄都要来 卡丽哥怎么能不参加呢 索尔却是一脸严肃 由于卡丽哥的罪恶 天堂的天秤严重清洗 至少需要一千多天 才能平息我的怒露 看着游廉不尽的皇帝 皇后一下从沙发上站起身 讨好的对着索尔行了个礼 好的 陛下 如果这是您想要的 传来索尔 鲁曼陛下 萨尔图斯 鲁曼王子要见您 让他进来 很快萨尔图斯出现在了索尔面前 父亲 我希望您一切都好 接着对皇后行了个吻手礼问好 皇后客气地夸赞道 我听说 由于你的努力 莱尼图亚的土地 正在变得越来越美丽 见状索尔皱了皱眉 冷声道 皇后 你可以走了 随即挥了挥手 在周围筑起了一道屏障 萨尔图斯 你怎么突然过来了 这真不像你啊 萨尔图斯回答 我是来讨论奥雷霄的 听到这话索尔谋光威乐 如果你是想讨论审判者 那我不想听 文言萨尔图斯心头一正 却还是将心中的不满问出了口 您为什么不阻止皇后 奥雷霄的导师 伯利克利也在被处决的人的名单上 话落 索尔轻咳一声 萨尔图斯 你对那小子太好了 要知道仁慈 对维持天堂的平衡 没有任何帮助 由于奥雷霄的力量 天秤已经失去了他的平衡 这个决定是为了纠正天堂的平衡 听到这话萨尔图斯攥紧 抓住一脚的水 可奥雷霄仍然是唯一值得信任的人 接着生气的质问道 阿瓦丽地亚皇后与此事有关吗 文言索尔面色黑了下来 周身气势陡然一礼 我是太阳神索尔 即使太阳和月亮不再存在 这个事实也永远不会改变 我绝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改变天秤 你想让命运女神缩短你的生命吗 如果您说的是真的 我恳求您允许卡丽哥和奥雷霄决斗 索尔淡淡开口 时间还没到 听到这话的萨尔图斯反应道 您想再给卡丽哥一次机会 他一时冲动杀害了无辜的生命 这也会打破平衡 不是吗 索尔有些犹豫 但奥雷霄没有成为我继任者的资格 父亲 如果您这么说 那我也没有权利做您的长子 您很清楚 有些人不承认我和我妻子的事实 你的母亲虽然只是一位仙女 但她是全能宙斯的后裔 你和奥雷霄完全不同 她的母亲是一个卑微的人类 陛下 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吗 因为您的命名 奥雷霄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文言索尔气得清金爆起 萨尔图斯 你好大的胆子 他就是为审判而生的 如果奥雷霄没有发挥他的审判作用 天堂的平衡早就被打破了 但他仍然是您的儿子 索尔立声揭话 他也是我们无法控制的神 如果他扛不起命运赋予他的重担 他的存在就只是一种责重 我不想你再对我提起奥雷霄 文言的萨尔图斯内心充满了无力感 可还是想最后为奥雷霄争取一下公平 我们都知道 如果奥雷霄下定决心 他随时都可能把天宫烧了 第一次被太阳王子注入太阳能 人类女孩却受不了昏死过去 再次醒来 雷迪安娜惊出了一脸冷汗 全身的疼痛让他确定 昨晚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看着自己闪闪发光的身体 女孩顿时一紧 随后又回过神来 我现在是获得永生了吗 就在这时 妮可走了进来 雷迪安娜夫人您还好吗 您这么安静 我都要叫吉诺大人来了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雷迪安娜抬起手臂 看妮可 我的身体好像有点不对劲 她在闪闪发光 就像我在金色的沙子里滚过一样 听到这话的妮可笑着点了点 没错 是这样的 她刚想解释 却突然感应到了什么 瞬间大惊失色 呼通一下变回了本体 消失不见 雷迪安娜也是微微一正 因为她发现自己的感官竟然变得分外敏锐 可以通过空气的微小波动感应到奥雷霄就站在她的身后 奥雷霄微笑地开口 我的精华似乎弥漫在你的全身 你要多喝剩水 不然你可能会遭受剧烈的身体 说完伸手抓住了女孩身上盖着的被子 雷迪安娜顿时羞红了脸 紧紧地拽住了被子挡在胸口 见状奥雷霄不禁勾起了嘴角 雷迪安娜 你想干什么 两个小情侣一拉一转 洒得狗粮都快溢出屏幕了 雷迪安娜尴尬地笑了笑 我只是有点冷 听着女孩拙劣的借口 奥雷霄忍不住打去的 是吗 那就让我来温暖你吧 说着便顺势坐到了女孩身边 一把搂住了她的腰 将人揽入怀中 本来只是想逗逗雷迪安娜 没想到亡火自焚了 情不自禁地就将脸凑了过去 霸道地抬起了女孩的下来 瞬间夺走了她全部的呼吸 这时下风景的吉诺出现了 看着眼前的一幕 惊叫出声 天啊 殿下 您在做什么 这可不行 被打断的奥雷霄有些不满地说道 这只是一个碗 你打扰到我吗 气氛都被你破坏了 下次记得选个好点的时间出现 看着没当回事的奥雷霄 吉诺一脸严肃 殿下 你已经忘记我的警告了吗 在新月节之前 你们不能有身体上的互动 奥雷霄叹了一口气 而后吉诺又走到女孩面前 将圣水递给她 蕾蒂安娜女士 你必须每天喝精华圣水 我的治愈能力是有限的 你必须喝下圣水才能生存 闻言的蕾蒂安娜只好乖乖喝下 见状吉诺继续说道 殿下确实给你体内注射了大量的太阳能 听到这 蕾蒂安娜一下被圣水呛到 一旁的奥雷霄连忙 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 小心安抚到 喝下它 不然你的身体会像着火了一样难受 随即打了个响指 妮可瞬间现身 奥雷霄头也没回地交代道 确保蕾蒂安娜每天都喝下圣水 直到我们前往天宫 好的 殿下 接着在蕾蒂安娜耳边柔声说道 我知道这不容易 但记住我的话 你需要每天喝一杯 几天后 蕾蒂安娜正在喝着精华圣水 妮可看着有些疲惫的蕾蒂安娜 心疼地说道 蕾蒂安娜夫人 您今天工作太辛苦了 蕾蒂安娜有些不好意思 这没什么 想到妮可为了她也在努力工作 蕾蒂安娜突然灵机一动 妮可 我想给你做一个漂亮的发夹 说完便起身朝着工作台走去 刚拿起工具 就感应到身边空气的波动 看着突然出现的影子仆人 蕾蒂安娜心头一惊 神 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 影子仆人们左顾右盼地观察着四周 机械地回答道 殿下命令我们移除 任何可能对您造成伤害的东西 很快整个宫殿就变得空无一物 健壮的妮可直掉眼泪 他们真可恶啊 竟然连法师大人赐予您的发夹都拿走 蕾蒂安娜一脸平静 没事的 妮可 没有必要生气 深夜 妮可有些害怕地来到庭院中 为什么吉诺大人这么晚把我叫出来 正不安地想 忽然他感应到了空气中异常的波动 转头看去 竟然是之前被影子仆人没收的发夹 但妮可却只是呆呆地看着 并没有任何工作 暗中窥视的吉诺没有忍住 骂了出来 愚蠢的笨蛋 你还在等什么 快捡起来 文言的妮可满脸猛逼地呆愣在了园里 吉诺大人 看着依旧没有动的妮可 吉诺解释道 我在这东西上施了重 这意味着没有人能看到 包括影子仆人 甚至是殿下 你想让蕾迪安娜女士在她的房间里闷闷不乐吗 当然不是 随即妮可小心翼翼地捡起地上的发夹 然后光速跑了 见状的吉诺有些无语 一个小仙女怎么会这么谨慎 没错 突然出现的奥雷霄淡淡地附和了一声 听到耳边熟悉的声音 吉诺转头看去 瞬间惊得眼珠都快掉了 奥雷霄继续说道 作为欺骗我的惩罚 你在新月节到来前禁止靠近我 另一边 看到妮可拿回的发夹 蕾迪安娜终于又开心了起来 用神力观察到这一幕的奥雷霄有些心态 真不敢相信吉诺竟然抢在我前面做了这事 再次见到心爱的人类女孩 太阳王子就被漂亮的蕾迪安娜惊艳到说不出话 原本还在担心女孩虚弱的体质 会很难以仙女的角色参加即将到来的新月节 可当精心打扮的蕾迪安娜出现的那一刻 活了两个世纪的奥雷霄竟然第一次害羞了 就连小老头吉诺也是被妮的小脸通红 蕾迪安娜被两人盯得有些许甘大 有些拘谨的不敢动弹 看着不知所措的女孩 奥雷霄缓缓开口 你 仙女的角色过关了 可以参加新月节了 很快前往波维乌斯的航船启动 蕾迪安娜直直地看着船上猛次 船上竟然有雕像吗 奥雷霄点了点头 那是我的第一只黑豹 遗憾的是 她只活了一个世纪 说到这 男人顿了顿 但你会活得很久 因为你体内有我注入的太阳呢 随即跨至蕾迪安娜面前 一把将女孩拥入怀中 说点什么吧 蕾迪安娜 就像对着墙说话一样 闻眼女孩愣了愣 看着奥雷霄俊美的容颜 脱口而出 真美啊 随后又尴尬地描不道 我的意思是 这座雕像很美 是吗 奥雷霄伸手抬起女孩的下来 柔声说道 蕾迪安娜 当你进入波维乌斯的时候 你不能看起来很怕我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 你有多勇敢吗 你必须让全世界知道 你是我的第一个女人 一旦我们离开这艘船 我就不能容忍你现在的这种状态了 你将在波维乌斯扮演我的爱人 现在也许是开始练习的好时机 听到这话的蕾迪安娜 突然想起之前和妮可的一次谈话 当时的她紧紧握住妮可的双手 小脸通红地开口问道 妮可 你有没有曾经恋爱过 什么 我当然恋爱过 我以前就告诉过你 爱就是仙女的呼吸 妮可一脸兴奋 俨然一副情场老手的模样 侃侃而谈 哇 坠入爱河 只要一想到她 我的心就会怦怦直跳 那么如何深情地看着别人呢 嗯 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妮可有些苦恼地拖着下巴思考了解 突然灵光一闪 您为什么不想想您见过的最美的东西呢 一些华丽而惊人的东西 文言蕾迪安娜脑中浮现出了 她所见过的一系列美丽的东西 漂亮的皇冠 华丽的光柱 神奇的相友 最后定格在了奥雷肖绝美的身姿上 想到这 蕾迪安娜瞬间小脸上的痛苦 这不可能是对的 事实上 我一定是疯了 最美丽 最华贵 最神奇的东西 我想起了那些愚蠢的反应 他们因为爱上一个神而毁了自己的生活 我真不敢相信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看着迟迟没有回应自己的蕾迪安娜 奥雷肖故作恼怒地打断了女孩的思绪 所以蕾迪安娜 我希望你有足够的时间练习 你竟敢让神灵等待 蕾迪安娜一下回过神来 惊慌失措地应道 好的 我会的 殿下 见状奥雷肖放在女孩腰上的大手微微用力 蕾迪安娜抬头看去 猝不及防地对上了她身如潭水的脑果 那你为什么不展示给我看看 女孩欲哭无泪 满脸猛逼 我应该怎么做 无意识地握紧了拳头 不停地对着自己打气 我需要保持头脑清醒 现在已经没有退路 必须扮演好奥雷肖王子的痴心爱人 看着再次呆愣住的女孩 奥雷肖有些不满地说道 蕾迪安娜 你又让我失望了 我还以为你会被我的美貌打动呢 文言蕾迪安娜下得满头大汗 这可不妙 照这样下去 突然她想到了什么 等等 如果我把殿下当作人类呢 是的 如果 她就只是一个对爱人生气的男人了 想到这 蕾迪安娜不由地无嘴偷笑了起来 忽然开窍了一样 对不起 殿下 您觉得这样可以吗 奥雷肖瞥了一眼 瞬间一震 她第一次看到了女孩满眼深情的目光 眼里都是她 奥雷肖故作淡定的开口 当然 可AK都压不住的嘴角还是出卖了她 就这样 单纯的蕾迪安娜掉入了男人精心设计好的恋爱眼镜 很快一天半的时间就过去了 蕾迪安娜站在船头眺望远处的风景 一旁的吉诺小脸严肃地叮嘱道 我们马上就要到达波维乌斯了 波维乌斯和特斯卡在天堂的两端 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波维乌斯和特斯卡非常不一样 稍有不慎 帝国军就会好好教训你的 你必须扮演好殿下的心上女 只有这样你才能活下来 看着还没有意识到严重性的女孩 吉诺忍住心头的怒气握紧了拳头 蕾迪安娜女士 记住我的话 可还是没有听到女孩的回应 暴躁的吉诺终究没忍住 一下急地跳了起来 你明白我的话吗 无论你走到哪里 都要站在殿下的身边 与此同时 单身了两百年的奥雷霄 还在傻傻地回味 和蕾迪安娜的恋爱演习 如此深情的眼神 您觉得这样可以吗 一想到这 男人就不由自主地傻笑起来 随后疼得一下坐了起来 他不可能爱上我 我必须想办法让他补起勇气 可没等他想到办法 蕾迪安娜就出现在了面前 殿下 我再试一次 您看这样可以吗 您觉得能通过吗 看着眉目寒春的女孩 奥雷霄彻底沦陷陷 可以的 这很有说服力 随后抑制不住内心 对女孩的喜爱 轻轻拍了拍她的头顶 那么 祝你好运 蕾迪安娜 说完搜的一下 消失在了原地 没等蕾迪安娜反应过来 耳边就传来了一阵 气势澎湃的欢呼声 直接岸边 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 大家都在为奥雷霄王子 道了欢呼着 高声呼喊着 这个不为乌斯的审判神 这一刻 蕾迪安娜明白了过来 奥雷霄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下一秒 一阵金光闪过 男人又出现在了女孩面前 原来是奥雷霄忘记和女孩告别 又特意回来了 用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女孩 缓缓说道 蕾迪安娜 待会儿见 随后搜的一下 又消失在了原地 蕾迪安娜被她的举动 搞得有点莫名其妙 而后又明白过来 一下羞红了脸 她怀胎三月 却不知道孩子是谁的 可恶毒的皇后 却一心想让她 嫁给尊贵的王子 指引女孩是她的侄女 此刻在波维乌斯皇宫 泰拉听说奥雷霄会 带着蕾迪安娜 一起参加新月节后 气得将第39只手镯扔了出去 瞬间打碎了 无比清晰的镜面 快快给我拿个新的手势过来 就是那种一眼 能吸引奥雷霄王子的东西 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的 是女人却突然停了下来 惊呼一声 啊 皇后陛下 只见阿瓦丽迪亚皇后皱着眉头 优雅地走了进来 泰拉 这是怎么回事 说着便来到了泰拉的身边 你已经拿到了 波维乌斯最有价值的宝石了 所以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可姑妈 奥雷霄殿下 把那个小仙女带来参加新月节了 这还不够 如果有魔法师大人 做的装饰品就好了 文言阿瓦丽迪亚优雅的脸庞 又皱了一点 你怕因为几件首饰 就输给那个傻仙女吗 随后对着侍女们吩咐道 快把这孩子打扮起来 没有时间了 动作要快 接着拿起被泰拉扔出的 蓝宝石手桌 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泰拉 别再发脾气了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随即阿瓦丽迪亚大步走向泰拉 轻轻俯上了她的肚子 低声说道 所以 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 话落 泰拉顿时一阵 瞳孔瞬间放大 孩子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皇后陛下 阿瓦丽迪亚冷笑一声 二话不说 一个巴掌就呼了上去 你敢对我撒谎 你希望你的孩子一出生就死去吗 还是你更愿意让他成为太阳王子的孩子 仔细听好了 尽你所能把奥雷霄赢过来 面对瑟瑟发抖的泰拉 阿瓦丽迪亚勉强咽下怒气补充道 泰拉 这是我最后的警告 你必须骗过这个天堂的审判神 如果你赢得了奥雷霄的爱 你不仅会成为家族的宝贵财富 还可以拯救你的爱人和孩子 文言的泰拉咬紧了嘴唇 暗暗发誓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让奥雷霄王子成为我的 另一边 波维乌斯华丽的皇宫 突然闪过一道灿烂光芒 紧接着空间里出现了裂缝 侍从的声音在殿内响起 索尔 鲁曼陛下 特斯卡的奥雷霄 鲁曼王子已经到了 数百名皇族目光瞬间集中到裂缝开启的地方 天啊 真的是奥雷霄王子殿下 听说他终于失去了童真 现在看来果然不是空穴来风 大家要小心 别忘了吞下林卢姆 林卢姆 可以让使用者暂时屏蔽奥雷霄窥探他们的思想 看着眼前惊慌失措的皇族们 奥雷霄轻蔑地笑了 这些傻瓜 和林卢姆好像真的有什么效果似的 原来随着奥雷霄神力的增强 一般的林卢姆其实已经没什么用了 但这确实减少了他脑子里的声音 所以也许没有那么糟糕 奥雷霄仍面带微笑地向前走 陛下 我希望您一切都好 索尔淡淡开口 特斯卡的奥雷霄 你看起来也很好 奥雷霄在皇族们极大关注下淡淡地笑了 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吗 充满了无声的叹息 臂旁的阿瓦丽迪亚皇后无嘴笑了笑 真是个好消息了 我的王子 奥雷霄把目光投向了阿瓦丽迪亚 淡淡地笑了笑 当然是啊 皇后陛下 说完便坐在了萨尔图斯身旁的座位上 见状阿瓦丽迪亚对着萨尔图斯说道 维卡里亚王妃还好吗 萨尔图斯回答 我刚得到消息她要分明了 阿瓦丽迪亚感叹道 我的天 陛下 您终于要有第一个皇孙了 说完阿瓦丽迪亚转头对着奥雷霄问道 那么 奥雷霄王子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看看那个夺走你童真的女人 奥雷霄缓缓开口 她现在应该已经到了 很好 我想在那个仙女进入宫殿之前 给你介绍一个人 阿瓦丽迪亚罕见的笑了笑 伸手示意 接着打扮得整整齐齐的泰拉闪耀的走不出来 这是派洛斯的阿瓦丽迪亚泰拉 相信你也很清楚 她是我们家最漂亮的孩子 她已被培养成你的未婚妻 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喜欢她的 话落 泰拉连忙行李道 殿下 泰拉向您问好 奥雷霄没有回答 只是露出了一贯的假笑 她凝视着泰拉的黑眼珠 就像看岩石一样 目光漫不经心 但即使这种不经意的对视 泰拉也是瞬间失魂般愣在了原地 感受到了灵魂被灼烧的痛苦 看不下去的萨尔图斯连忙出声提醒 奥雷霄 你在做什么 奥雷霄大步走下台阶 笑着回答 她打扰到我了 在紧张的氛围中 奥雷霄依然笑着继续说道 看来我的爱人终于来到这里了 下一秒 皇宫侍从的声音再次响起 红特斯卡来的客人到了 摇曳的粉色火烈鸟羽毛轻轻地飘动着 带着金色受戴的吉诺 好像很享受皇族的视线一样 堂堂正正地走了进去 而雷蒂安娜紧随其后 也以优雅的姿态闪亮登场 雷蒂安娜忽然熟悉的声音 传进了她的耳朵 女孩抬头望去 发现奥雷霄已经来到了自己身旁 被她那过分亲热的眼神 和她那笔烙铁还热得缠绕在腰上的手 弄得小脸通红 殿下 奥雷霄俯下身温柔地说道 是时候施展你的本领吗 这是一道刺眼的光芒投向了雷蒂安娜 奥雷霄瞬间用手盖住了她的眼睛 就这样给索尔介绍了起来 索尔 鲁曼 太阳神之子 我的父亲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雷蒂安娜 我的第一个爱人 索尔微微皱了皱眉 把手放下来 奥雷霄缓缓一开盖住女孩眼睛的大手 在无比明亮的光线下 她微微地缩了一下眉头 但绝对不能在索尔皇帝面前犯错 雷蒂安娜慢慢地迎送着吉诺告诉她的温厚 向太阳神之子索尔 鲁曼致敬 仙女雷蒂安娜 卡尔克的后裔愿为您效劳 文言的索尔却没有说话 见状皇族们开始议论了起来 她是卑微的石头女神的后裔 看不下去的萨尔图斯替索尔开口 欢迎卡尔克的后代 而索尔却只是俯视着站在面前的女人 皱着眉头问道 你说你是卡尔克的后代 你会给我们展示什么来证明你的身份 雷蒂安娜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 我 我将展示银丝戏功 一旁的阿瓦丽蒂亚皇后终于忍不住了 笑里藏刀地开口道 她只是一个仙女 却带着魔法师爵士亲手打造的银板盒 陛下 无论如何 让她展示一下她的能力吧 话音刚落 女孩身边闪过一道金光 眼前瞬间出现了炽热的火炉和工具 这一刻 雷蒂安娜竟然有种莫名的兴奋 你可以开始了 随着索尔一声令下 女孩那纤细的手指便开始魔法般地移动了起来 只见薄薄的银丝 在雷蒂安娜的手上不断扭转 弯曲 打磨 大家屏住呼吸 看着这个卑微的石头仙女表演着奇妙的本领 我从没见过仙女用风箱里的火来制作银器 我想知道她在魔法式爵士沉闷的洞穴里学到了什么 不知不觉间一朵绚丽的玫瑰花在女孩手中绽放 陛下 伟大的太阳神之子 虽然不多 但我要把这朵银玫瑰送给你 女孩低下了帐红的脸 高高举起了闪耀的银玫瑰 忽然一道锋利的金光闪过 她手中的玫瑰瞬间消失 雷蒂安娜 卡尔科的后代 我承认你是奥雷肖的第一个爱人了 至于你 奥雷肖 既然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那就尽快和泰拉结婚吧 看着阿瓦丽地亚皇后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奥雷肖眼神微冷 缓慢地开口道 如上帝所愿 话音刚落 索尔的声音便充斥在了整个大厅 伟大的太阳神后裔 太阳的力量将笼罩这个宁静的夜晚 节日庆典现在开始 尽情享受吧 直到太阳再次从早晨的天空升起 看到心爱的人类女孩被欺负 太阳王子竟想费了未婚妻的手 就在刚刚 通过太阳神索尔的考验后 雷蒂安娜恍惚地看着面前耀眼的宫殿 太阳的光芒像冰雕一样挂在大厅天花板上 散发着不同的色彩 皇族们的金色皮肤因此变得更加明亮 而在这些闪耀光芒的人中 最突出的依然是尊贵的奥雷肖王子 看着那个高高在上的神明 雷蒂安娜红着脸深情地仰望着 她那遥远的高度让人喘不过气来 就在这时 一阵寒意从身后袭来 雷蒂安娜转身看去 只见一群仙女正朝着自己走来 为首的正是皇后的侄女泰拉 周身散发着夺目的光彩 露出优雅的笑容 紧紧盯着雷蒂安娜带的银板盒头饰 一个石头仙女竟然带着魔法师爵士制作的银板盒 所以那银丝气功是魔法师爵士教的吗 是的 听到预料之中的回答 女人傲慢地笑了 我是泰拉 皇室派洛斯家族的后裔 也是伟大的太阳之子 奥雷霄王子的未婚妻 啊 雷蒂安娜没有想到 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耀眼女人 竟然是奥雷霄的未婚妻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有些苦恼地想着 我应该告诉她很高兴见到她吗 还是告诉她我期待再次见到她 无论如何 让这位女士和奥雷霄殿下决行婚礼 就像我的职责一样 但我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 看着呆愣在原地的雷蒂安娜 泰拉像是在向为难的雷蒂安娜发审信一样 优雅地摆了摆手 可以了 你没有必要对我表示你的问候 而一旁的女人却对着泰拉引道 你听说了吗 马人是出了名的好色之徒 文言泰拉用充满兴趣的眼睛 上下扫视着雷蒂安娜 看来你的床记一定是跟魔法是血的 听到这话 雷蒂安娜小脸一下仗的通红 气得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泰拉却是不屑地无嘴笑 要不然像你这样卑微的仙女 怎么可能得到奥雷霄王子的第一次 嘿 快跟我们说说 泰拉大人 你肯定是在开玩笑 雷蒂安娜女士和魔法师大人的关系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想告诉你的是 雷蒂安娜女士纯粹只是个学徒 你是说开玩笑 泰拉眼神一灵 瞬间闪过一道金光 真是傲慢啊 一个小小的精灵竟敢说我在开玩笑 下一秒 吉诺痛苦地抓住了自己的脖子 随即扑通一声跌倒在地 见状雷蒂安娜惊慌失措地跑过去 吉诺 你还好吗 接着转头生气地对着泰拉说道 你到底在做什么 哎呀 记住这里不是你这种人呆的地方 别忘了你代替我拿走了殿下的童真 所以回答我 你到底是怎么爬到殿下床上的 听到这话雷蒂安娜平静地理了理衣服 眼神变得愈发坚定 然后慢慢地站了起来 你好奇我的床上技巧吗 首先我会等她点燃我的身体欲望 然后我会在她的臂弯里扭动全身 发出兴奋的声音 她会确保我的身体能接受了才开始 最后雷蒂安娜笑着补充道 请随意询问更多细节 说完她才从气氛中回过神来 看着面无表情的泰拉 雷蒂安娜有些慌了 我刚才说的话不是有意的 整个计划都被打乱了 我希望这位傲慢的女士 能成为殿下满意的伴侣 那样的话 我的下半辈子就可以自由地创作影视了 就在她为先前的冲动后悔之际 一只纤细光滑地手举了起来 随即一个巴掌朝着女孩扇了过去 雷蒂安娜错不及防 一下跌倒在地 力道之大 连妮可精心安上的几颗珍珠都哗啦啦掉了下来 我的夫人 见状妮可急地直掉眼泪 而被打猛的雷蒂安娜还在想着 殿下要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我不是故意让这种事发生的 妮可跑过来抱住倒地的雷蒂安娜 您还好吗 雷蒂安娜夫人 傲慢的女人 你竟敢侮辱我 你只是个碰巧走运的小仙女罢 怒气冲冲的泰拉咬牙切齿地说道 就在这时 奥雷霄大步走了过来 这动静是怎么回事 男人还在笑 但周围的人都感到异常的恐怖 解释一下 雷蒂安娜 见状泰拉还以为 奥雷霄对雷蒂安娜的行为生气了 因为这些事情是有发生 皇族的男人都有这样的惯例 没有一个太阳王子会愿意 他们睡过的仙女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于是泰拉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用怜悯的声音说道 殿下 这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在这个愚蠢的仙女挑衅我的时候做出反应 请不要理会女人间无关紧要的争吵 你说她挑衅了你 奥雷霄目光锁定在雷蒂安娜身上 我明白了 所以你有错 警告过你 雷蒂安娜 男人的目光死死盯着女孩 就像这个空间里只有她和雷蒂安娜一样 满眼心疼 小心翼翼的伸手摸了摸雷蒂安娜脸颊红肿的地方 轻柔的说道 我不喜欢我的东西受到任何伤害 所以告诉我 雷蒂安娜 你想把耳光打回去吗 或者我代替你砍断那只打你的手 文言泰拉下的扑通一声跌坐在了原地 气焰嚣张的他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但为时已晚 为了让太阳王子消气 人类女孩竟主动贴贴 并要求男人换个地方惩罚自己 就在刚刚 雷蒂安娜当众被情敌扇了一巴掌 奥雷蒂安娜看着眼前受了欺负的女孩 莫名的心疼 为了给心爱的女孩出气 竟想费了未婚妻的手 皇后阿瓦丽蒂亚可不会让她这么做 殿下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泰拉只是嫉妒这个小仙女和你有过接触 这是女人都会有的嫉妒 没有必要把事情闹大 皇后微笑着继续道 虽然这是传统 但一个女人放任另一个人夺走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奥雷蒂冷笑一声 缓缓开口 自己的东西 阿瓦丽蒂亚皇后 我不是任何人的财产 话落男人的金色瞳孔发出了耀眼光芒 在那一瞬间 皇后完全迷失在了奥雷蒂深邃的黑色瞳孔之中 还差点把她喝下的凌乳母嗑出来 皇后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唇 好一会才缓了过来 心有余悉地开口道 殿下 你父亲已经宣布泰拉维你的未婚妻 娶她是你的责任 你说是责任 奥雷蒂不屑地笑了 刹那间男人的耳环熠熠生辉 一道鲜明的亮光出现在了奥雷蒂和阿瓦丽蒂亚之间 这时一道稳重的声音传来 奥雷蒂 为这么一点小事吵架 这可不像你 原来是萨尔图斯 只见他微微抬手 金色神力从掌心溢出 雷蒂安娜肿胀的小脸瞬间恢复如初 这就行了 奥雷蒂 从现在起 放下这件事 不要再让矛盾升级 请你回到你的座位上 奥雷蒂却不以为意地耸了耸肩 可我还没听到我女人的回答 文言阿瓦丽蒂亚皇后放声大笑 我知道那个小仙女仙占有了 但我不知道她还占有了你的心 看来你在特斯卡的宫殿里待得太久了 殿下 你怎么敢轻视波维乌斯的传统 你想砍掉高贵女神的手 就因为她打了一个卑微的仙女 你又把自己当作是众神的审判者吗 刹那间 雷蒂安娜看到奥雷蒂的眼神变成了黑色的深渊 令人毛骨悚然 奥雷蒂对皇后的话置若罔闻 只是微笑着对女孩低声说道 雷蒂安娜 回答我 在我砍下她的手给你之前 见状皇后松了一口气 显得非常高兴 她像个伟大的圣女 慈悲地对着雷蒂安娜说道 好吧 小仙女 看来王子希望你来做这个决定 那么告诉我们你想要什么 雷蒂安娜抬起头 看着那双优雅迷人会发光的琥珀色眼睛 好似看到了隐藏在她眼神里的残酷 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择手段 即使这会导致其他人死亡 她以前见过的那种眼神 没错 就是把她推入火坑的格拉蒂亚的眼神 想到这 女孩已然有了决定 首先她要安全离开这里 于是雷蒂安娜收起了恐惧的心情 轻了轻嗓子 缓缓开口 殿下我 才开口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雷蒂安娜优雅从容地聊了聊发丝 自信地说道 殿下 砍下她的手是没有用的 别的都不重要 我只要有你 说着轻快地朝着奥雷萧走去 在闪耀的阳光下 雷蒂安娜头上的银板和闪闪发光 事实上 真的是我的错 我竟然向她透露了我们是如何度过激情之夜的 借着轻柔地将手抬起 放在奥雷萧同志般坚硬的手臂上 甜甜地补充道 所以如果您要惩罚的话就惩罚我吧 女孩突然想到什么 脸上顿时浮起可疑的红韵 弱弱地说道 但我不想在这里受罚 我希望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您在惩罚我 所以 这个无意义的争论就到此为止 话音刚落 皇族的神女们纷纷惊讶得何不容许 那个仙女竟然敢对奥雷萧殿下撒娇 她甚至拉住了殿下的胳膊 那可是我们不为乌斯的审判神 听着耳边传来的窃窃私语 雷蒂安娜尴尬地对着奥雷萧说道 我们还是私下去讨论这些细节吧 奥雷萧笑了 露出太阳一样高贵耀眼的笑容 她毫不理会周围的目光 缓慢地扫了扫女孩的小脸 那我们就按照你说的来做吧 雷蒂安娜 接着对阿瓦丽蒂亚说道 皇后 就像您刚才听到的 我的女人对狭隘的抱负毫无兴趣 阿瓦丽蒂亚心头微正 脸上流露出经过长时间训练的高雅微笑 奥雷萧却没再看她一眼 只是一把将雷蒂安娜抱起 周身闪过树道金光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迫不及待开启两人私下的甜蜜惩罚去了 另一边 凡人的世界 竞技场的密室 也是格拉蒂亚的住处 女人慵懒地躺在床榻上 身边围着几个肌肉发达的男人 涉迷的生活可见一斑 突然一个惩罚男子推门而入 好久不见了 格拉蒂亚 已经听出来人是谁的格拉蒂亚瞬间起身 阿佩图斯 是我 格拉蒂亚 男人轻笑着回应道 文言格拉蒂亚顿时眼神一冷 注意你的言辞 你很清楚 我不再叫这个名字了 用这里的人知道你的真名吗 原来男人正是格拉蒂亚同父异母的弟弟阿佩图斯 曼多斯 女人没有回答 只是不耐烦地开口 我相信你来这里只有一个原因 你又没钱了 是的 我听说你通过竞技场赚了很多钱 我想你知道我用这些钱来支持在这里比赛的决斗时 当然 你和我太不一样了 格拉蒂亚 阿佩图斯说着扑通一声躺在了女人的大床上 我有花钱的诀窍 而你似乎喜欢享受赚大钱的感觉 我就知道你会发财的 无论是作为一个大祭司 或作为决斗士的秘密赞助人 或为一些高级政府官员冷藏 别那样瞪着我 我会保守你的小秘密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你才是真正的格拉蒂亚 曼多斯 那个在太阳仪式上被牺牲的女祭司 太阳王子一时失控 竟让人类女孩昏迷不醒 就在刚刚 奥雷霄抱着蕾蒂安娜提前离开了新月节庆典 来到了她的秘密花园 男人的脸上闪过一丝少年般狡黠的笑容 蕾蒂安娜 准备好接受我的惩罚了吗 话落 蕾蒂安娜小脸顿时胀的通红 甜蜜惩罚就此开启 后面的画面你们不爱看 通通跳舞 与此同时 还在新月节庆典上的吉诺手里正拿着一个大酒杯 喝得满脸通红 妮可急坏了 天啊 吉诺大人 您再这样下去会喝醉的 说着上前一把夺走了吉诺的酒杯 吉诺气得咬牙切齿 嘿 你也看不起我吗 妮可小声解释 我希望蕾蒂安娜夫人没事 因为当新月出现时 殿下说她会 听到这话的吉诺皱起了眉头 嘘 你把殿下当什么了 她是那种只管满足自己欲望的人吗 就在这时 一个侍从急急忙忙跑过来 对着微醺的吉诺低声说着什么 文言的吉诺惊得当场酒醒 一下跳了起来 你刚刚说什么 一旁的妮可满头雾水 下意识问道 吉诺大人 发生什么事了 吉诺没有回答 只是迈着短腿慌忙离开 妮可看着不对劲的的吉诺 也紧随其后 很快两人来到了巨大的金门前 吉诺对着守门的侍从喊道 你站在那里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我把门打开 话落 大门应声而开 两精灵满脸担忧地穿过花园 不一会就来到了奥雷霄和蕾蒂安娜所在之处 看着面前直挺挺躺在地上的女孩 吉诺抬手就是一道治愈树 小嘴骂骂咧咧 您怎么能这样 殿下 我知道控制自己很难 但这太过分了 文言奥雷霄罕见得尴尬 有些不自在地摸了摸脸颊 这是雷蒂安娜的意愿 我只是按她的想法去做 吉诺无语 内心疯狂吐槽 去探马的她想要的 混蛋 随即使出了浑身解数专注的治疗起了雷蒂安娜 可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 我的治疗魔法不管用了 吉诺惊呼一声 健壮奥雷消心里都是担忧 面上却依旧不动声色 只是淡淡地对着一旁满脸泪水的妮可吩咐 小仙女 去找萨尔图斯王子殿下 另一边 泰拉的寝宫内 一场好戏正在酝酿 女人晶莹的泪水滴落在大理石地面上 突然砰的一声在伤心欲绝的泰拉房中响起 只见皇后怒气冲冲地破门而入 踩着高跟鞋静直朝泰拉走去 二话没说 抬手就是一巴掌 泰拉被狠狠打翻在底 睁大了眼睛急剧地颤抖 姑妈 向来体面的皇后已经顾不得保持优雅的形象 对着泰拉就是一顿怒骂 愚蠢的姑娘 你浑身珠光宝气 却输给了一个卑贱的仙女 现在收拾好你的心情 马上出去给那个小仙女道歉 可向来骄傲的泰拉根本不服气 我是尊贵的女神 也是皇室成员 绝不能像一个小仙女卑躬屈膝 为什么不呢 你是把自己的皇冠上的宝石送给别人的女神 在皇后充满杀气的眼神下 泰拉吓得瞬间实话 接着皇后抬手用长长的指尖扫了扫泰拉的脸 继续警告 难道你是想让我采取行动 把你和你的家人 一劳永逸地处理掉吗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抬到这个位置 你怎么敢背叛我 阿瓦利迪亚目视着泰拉 我可以对你失去的处女之身视而不见 但你怎么敢叫医生来检查这个还没出生的小鬼 我肚子痛得厉害 我怕会失去孩子 皇后一听更加愤怒了 一下将泰拉推到在地 你的孩子是个私生子 如果不存在会更好 说着阿瓦利迪亚再次戴上了温和的面具 泰拉 你活着是因为我觉得你还有用 所以照我说的去做 记住 如果不是我 你早就死了 是你还债的时候 阿瓦利迪亚用他那双像毒蛇一样发光的眼睛 望着泰拉那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完全康复的漂亮领袖 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还坐在那里 赶快起来 我可以随时处理掉你和你的家人 如果你想活下去 嫁给奥雷肖王子是你唯一的选择 泰拉神情凄惨 勉强迈出了一步 阿瓦利迪亚那冰冷的声音还在继续 我不在乎你是否会亲吻那个仙女的脚 请记住 你家族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中 是继续活下去 还是消失在历史中 这取决于你 等到雷蒂安娜再次睁眼 一道慵懒好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你叫雷蒂安娜吗 雷蒂安娜回过神来 看着面前的这个漂亮男人 这才意识到他是萨尔图斯王子 于是慌忙起身行礼 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同样美的惨绝人寰的奥雷肖 而萨尔图斯只是冷冷地说道 你没必要向我行礼 你竟然只是一个凡人 萨尔图斯有点头疼地摸了摸脑门 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离奥雷肖的床员点 说完转身离开 雷蒂安娜呆呆地看着萨尔图斯消失的地方 地旁的妮可慌张地快步上前 担忧地问道 雷蒂安娜夫人 您还好吗 我很害怕 我没想到殿下会在皇宫里占有您 而雷蒂安娜看着哭泣的妮可 内心却十分不安 我应该做什么 妮可 萨尔图斯王子发现我是个凡人了 糟了糟了 雷蒂安娜的人类身份被发现了 就在刚刚 萨尔图斯就醒了昏死的雷蒂安娜 却发现了女孩的人类身份 于是第一时间找到了奥雷肖 质问他是不是疯了 竟然为了一个人类欺骗了太阳神索尔 坐在黑暗中的奥雷肖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笑了 回答自己并没有欺骗索尔 萨尔图斯又接着问道 那皇后知道吗 奥雷肖淡淡开口 她知不知道并不重要 听到这话的萨尔图斯一下炸毛了 那个人类女孩本应该已经死了 为什么要逆天而行 你就她只是为了满足你的欲望吗 月光下 奥雷肖的声音缓缓响起 亲爱的哥哥 她是我的人类祭品 也是我的第一个女人 而且现在她已经完全是我的了 所以请不要再谈论属于我的东西 萨尔图斯眼神微冷 奥雷肖 你必须尽快把她处理掉 为什么呢 奥雷肖微微歪头 黑暗中她的耳环闪闪发光 正如你看到的 我的精华已经渗入她的身体 她现在是不死之身 萨尔图斯被奥雷肖的话弄得束手无策 只能冰冷地开头警告 不要忘记你是太阳王子 天堂的审判神 并且是一个全能的神 奥雷肖满脸不屑地说道 我一点都不想要 但这就是你的命运 我希望你接受我的忠告 如果你不打算让卡丽哥来统治波维乌斯 闻言奥雷肖淡淡一笑 无所谓 如果出了什么事 我会把一切都烧成灰烬 萨尔图斯级的双眼冒火 你真想和索尔正面对抗 奥雷肖没有否认 如果你想留下来尼图雅 我会不烧 话落 萨尔图斯周身的气息瞬间冷了下来 我听够了你的傲慢 奥雷肖 作为太阳王子 你要对你的子民负责 我的子民 奥雷肖笑着重复着萨尔图斯的话 亲爱的哥哥 我们走吧 节日才刚刚开始 另一边 绚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着 像宝石一样撕散开来 雷蒂安娜茫然地望着远处 好似已经彻底沦陷在眼前的美景中 妮可打量着雷蒂安娜的脸色 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雷蒂安娜夫人 看 这是花蜜 众神之意 只见妮可抱着一个巨大的黄金罐 雷蒂安娜看着满满一罐的红色饮料下了一条 第一时间就想拒绝 妮可皱着小脸遗憾地说道 雷蒂安娜夫人 您不先喝一点 我也就不能品尝了 就每人一杯吧 您说呢 雷蒂安娜到底不忍心破坏妮可眼里的气体 只好像真性地喝了一口 妮可紧随其后 也迫不及待地一口灌入 下一秒 妮可绿色的瞳孔秒变心心眼 天啊 我这辈子从来没吃过这样的东西 味道好极了 现在我们再喝一杯好吗 就这样两人一喝不可收拾 纷纷沉醉其中 与此同时 吉诺来到了雷蒂安娜的住处 还带着人类女孩最喜欢的纸缩草 站在房门口夺来夺去 内心系十足 我该说什么 要问她还好吗 啊 傻子都知道不可能还好 不管怎么看 这次奥雷霄殿下都太过分了 突然还在门口徘徊的吉诺耳边传来咯咯的声音 嗯 我听到笑声了吗 难道雷蒂安娜女士最终失去理智了吗 想到这 吉诺顿时面如死灰 光速拉开房门 大喊 雷蒂安娜女士 下一秒 雷蒂安娜摇摇晃晃朝她走去 你好 这不是吉诺大人吗 我们可爱的侍从大人 咦 你好像长高了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喝一杯吗 吉诺一头雾水 飞身向一旁的黄金罐而去 他们到底喝了什么 这气味 这不是花蜜吗 这只黄金罐的量可足以让一个神明醉倒 他们竟然喝了一整罐吗 哇 是吉诺 你给我带来我最喜欢的纸缩草了吗 雷蒂安娜摇摇晃晃地走到吉诺面前 朝吉诺伸出了手 拿到纸缩草的她像个小孩一样抱着草蹭在脸上 呵呵 这是纸缩草 吉诺呆呆地望着周围 实在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随即连忙锁上门 用简单的魔法变成隔音墙 因为在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比一个醉醺醺的人类女人更危险的 吉诺欲哭无泪 可下一秒 表情顺变 仿佛见到了救星班 竟然是奥雷萧来了 为了保护献给自己的寄品女孩 万人敬仰的太阳王子竟让未婚妻泰拉当小妻 只因泰拉当众扇了人类女孩一巴掌 皇后姨妈也警告泰拉去向人类女孩道歉 随着泰拉神情凄惨地离开 皇后鞋躺在了一张轻便的长榻上 她把一颗葡萄优雅地捏在手里 轻柔的命令站在自己身旁的侍从 这里的仙女知道的太多了 把他们都杀了吧 很快就发生了一阵骚动 哀求和尖叫交织在一起 在欢快的节日音乐声中充斥着整个房间 皇后看着沾满侍女们鲜血的地面 低声对着一旁的侍从说道 奥雷霄太傲慢了 她竟然敢藐视我这个不为乌丝的皇后 看来奥雷霄变得更加强大了 我需要更浓一点的玲珑米 忽然不知从何处飞来一缕如刀刃般的蓝光 停留在阿瓦利迪亚的面前 躺着的她一跃而起 坐了起来 一直没有露出表情的她瞬间脸色大变 卡丽哥 是你吗 母亲 卡丽哥 我的儿子 你过得怎么样 身体还好吗 我很好 化落蓝光突然猛烈地卷起 皇后的表情一下崩溃了 卡丽哥 时间不多了 我会尽我所能把你带回天堂 蓝光闪烁着传出微弱的声音 那样我就不安全了 你不必担心这样的事情 波维乌斯一定会是你的 阿瓦利比亚望着远处绚丽的烟花 冷冷地笑了 我们很快就能向世界揭示奥雷霄是一个怪物 此时新月节庆典上 奥雷霄和萨尔图斯的现身 让节日的氛围更加浓厚 他们正坐在高位上无聊地向下看着 而为了见到耀眼的太阳王子 宴会上挤满了探头探脑的仙女 但太阳王子们却丝毫不感兴趣 殿下 听到突然传来的刺耳声音 奥雷霄缓慢地歪了下头 只见一个中年男人战战兢兢地说道 我是派洛斯家族的巴苏克尼姆 我是来为我女儿泰拉的行为请求原谅的 所以你是他的父亲 奥雷霄笑了 可这笑却让巴苏克尼姆更害怕 于是忐忑不安地解释道 他还年轻 不成熟 见状一旁的萨尔图斯开口道 接受他的道歉吧 没必要和派洛斯家族作对 接受他的道歉 奥雷霄笑着反问了一下 却没有印象 只是亲切地对着巴苏克尼姆说道 去转告你女儿 告诉他如果愿意做我的小妾 可以随时来找我 文言的巴苏克尼姆脸色瞬间煞白 您是说小妾吗 要知道泰拉可是一位皇族 他来自纯血统家族 是派洛斯家族中最高贵的分支之一 这个家族从来没有人做过小妾 由于奥雷霄的一句话 周围到处都是皇族的后闹生 但他丝毫不在意 依旧面带微笑地说道 有趣 你应该很乐意卖掉你的女儿吧 别再扮演你爱孩子的父亲 我对你别搅的表演不感兴趣 巴苏克尼姆努力掩饰震惊的神色 慌张地开口道 殿下 我绝不会把女儿卖给任何人 既然这样 奥雷霄也不装了 不耐烦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太无聊了 那你就给他另外找个丈夫吧 一旁的萨尔图斯再也看不下去了 连忙开口提醒 奥雷霄 你到底在想什么 听到这话奥雷霄淡淡一笑 很明显我是在保护自己的女人 莫名的紧张气氛开始弥漫在大厅里 始作俑者的奥雷霄却视若无睹地向外走去 突然他停住脚步 对着众人露出了一个梦幻般的微笑 那么祝大家玩得开心 远处绚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美美地绽放 奥雷霄眨眼间就来到了蕾蒂安娜的房间前 停了下来 看了眼大门上粗糙的隔音魔法 内心吐槽这叫隔音魔法 随后静止走了进去 很快又一脸猛逼地停了下来 只见妮可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睡得不省人时 这是耳边传来的女人哥哥的傻笑声 奥雷霄抬头看去 微微眯了眯眼睛 有些不敢确定地喊了声 蕾蒂安娜 啊 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喝醉的蕾蒂安娜乖乖转身 看到是奥雷霄 小脸立刻扬起灿烂笑容 看 是殿下 看着眼前醉得别有风情的女孩 奥雷霄一时间看呆了 脸上迅速浮起一抹红玉 没等她回过神 蕾蒂安娜已经朝她扑了过来 奥雷霄下意识接住 爱人第一次主动投怀送抱 男人内心暗爽不已 脸上却不动声色 蕾蒂安娜 我没心情听你醉酒后的胡言乱语 酒后的胡言乱语吗 但我一点也没做 女孩像发牢骚一样 喋喋不休地说着 突然脚下一软 险些摔倒 奥雷霄眼急手快地 抓住了她纤细的水泥 蕾蒂安娜痛苦地呻吟了一声 哦 好痛 看 又有一处瘀青了 之前的瘀青还没好呢 女孩泪眼婆娑地 甩开了奥雷霄的大手 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不喜欢你 殿下 因为你 我什么都做不了 当然 当然 奥雷霄从善如流 对蕾蒂安娜的控诉 置入网门 霸道地上前 将女孩拥入怀中 看着醉酒后可爱的蕾蒂安娜 心中暗自发笑 多没有趣啊 我很想听到更多 同时大手轻轻抚摸着 女孩的后背 等到蕾蒂安娜情绪缓和下来 奥雷霄趁机将女孩 整个打横抱起 放在自己腿上 轻笑一声 你准备好告诉我更多了吗 他是世间唯一拥有 独心术的太阳王子 却单单看不穿 祭品女孩的心思 她的身上到底隐藏着 怎样的秘密 奥雷霄慢悠悠地 倒了一杯花蜜酒 把她递给了 已经完全喝醉的女孩 告诉我 蕾蒂安娜 蕾蒂安娜乖乖地 接过酒杯 咕嘟咕嘟就喝了下去 尽管对女孩说的 是不是特别感兴趣 但能弄清楚 蕾蒂安娜在想什么 奥雷霄就觉得心满意足了 喝下酒的女孩打了个格 就叽叽喳喳地讲了起来 奴隶主想打我就打我 我每天都会被打 哈哈 有时她会打我 因为我把篮子 织得太紧了 有时又会因为 我织得太松而打我 我记得那时我只有九岁 蕾蒂安娜喋喋喋不休地 说着自己悲惨的童年 这些都是奥雷霄 不知道的过往 虽然很是心疼 但奥雷霄有些不解 为什么她只是 一直在诉说被打的经历 突然嚷嚷了半天的 蕾蒂安娜苦笑了一声 揉了揉发红的眼角问道 你为什么不来救我 什么 奥雷霄一脸无辜地 看着面前 理智气壮的女孩 你是神 是太阳王子 可你从来没有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出现 那你为什么 在我想死的时候救我 我一直在找你 每当那些怪物把我踢倒 把我的衣服 撕成碎片的时候 我就喊你 你对像我这样 需要帮助的人 关心过吗 此刻蕾蒂安娜 情绪一下上来了 小拳拳猛地 捶上奥雷霄的胸口 我肯定你正忙着 听贪婪之人的祈祷 你根本不在乎 那些痛苦的哭声 说到这女孩 哭得越发伤心 上气不接下气地 靠在了男人的怀里 面对蕾蒂安娜 无厘头的埋怨 奥雷霄轻轻地叹了口气 够了 你喝醉了 蕾蒂安娜继续哽咽道 你在我快要被烧死的时候 才出现 然后你做了什么 你说我是你的 我将永远活着 你怎么敢说自己是一个神 啊 酒气上头的蕾蒂安娜 摇摇晃晃指着奥雷霄 男人一把抓住了 女孩乱晃的小手 将人拥入怀中 柔声说道 所以怎么样 蕾蒂安娜 女孩还没反应过来 只是直勾勾地盯着那迷人的脸 下意识问道 你说什么 奥雷霄宠溺地开口 那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告诉我你要什么 我都会照做 听到这话 蕾蒂安娜一下呆住了 别扭地转身说道 现在还有什么用 你让我获得了永生 但我还是死了得好 我的身体里流淌着你的精华 说到这蕾蒂安娜顿了顿 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猛地转身喊了起来 等一下 真的吗 你会给我想要的任何东西吗 神明不会说谎 他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奥雷霄又好奇起来 只见蕾蒂安娜深吸一口气 闭眼喊道 我要自由 此话一出 奥雷霄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 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自由 拜托 照这样下去 我可能会枯萎而死 蕾蒂安娜死死捏住奥雷霄的衣角 像小孩一样呜呜哭诉起来 我不想永远干扁下去 奥雷霄一脸茫然 蕾蒂安娜 我想我给你的够多了 可我想要享受生活 不希望活得像个洋娃娃一样 话落奥雷霄一下呆住了 自由吗 我可以给他整个世界 他却只要自由 我以为他会想要金子 土地或者荣誉 甚至是报复那些伤害他的人 但他却只想要自由 想到这奥雷霄笑了 好的 那就这样 蕾蒂安娜 闻眼蕾蒂安娜一下愣着 眨巴着那双圆圆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奥雷霄 像是美梦成真式的满足的笑 一旦我自由了 我会跑去森林 一个长满树木的森林 我会住在一间小农舍里 采摘一篮子一篮子的野草莓 下午的时候 我会去看海 浩瀚的海洋 会让我感到自由 我以前看到的海洋是如此美 说着说着铺天盖地的睡意瞬间袭来 蕾蒂安娜揉了揉眼睛 实在没有坚持住 踏在了奥雷霄的腿上 男人静静地俯视着两家红润的女孩 书弟一笑 所以你希望我把大海给你 听到这话 闭着眼的蕾蒂安娜下意识摇了摇头 不 拥有一片海洋有什么意义 我只想能够平静地享受它 看着已经完全睡去的女孩 奥雷霄叹了口气 温柔地抚摸着蕾蒂安娜金色的头发 暗暗想着 我人生中第一次 觉得自己的伪装出现了一丝裂痕 这是一个相当醒目的裂痕 就像一个制作精良的瓷器上出现的微小瑕疵 看着心爱的女孩委屈地在怀里大哭 即使是全能的太阳王子也束手无策 只好等蕾蒂安娜睡着后轻轻抱起 小心翼翼地放到床上 奥雷霄静静地看了会沉睡中的女孩 叹了一口气 熟练地用手理了理他的头发 脑海中却想起了蕾蒂安娜无厘头的质问 你为什么不来救我 男人默默地坐到了一旁的软榻上 随手就拿起了女孩喝过的酒杯靠近唇边 当你向太阳神索尔祈祷时 我怎么可能听到你的祈祷呢 我也许是太阳王子 但我只是阴影之地特斯卡的统治者 我很难听到绝望者的祈祷 我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维护波维乌斯的平衡 我的职责是杀死 更多的人 几个世纪以来 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蕾蒂安娜 你知道有人把我当成死神吗 想到这奥雷霄猛地起身 眸光扫向了一旁的角落 冷冷地开口道 吉诺 该醒啊 此话一出 吉诺瞬间站了起来 晃晃悠悠地打了个哈欠 啊 我浑身都疼 奥雷霄没有理会 只是吩咐道 我要你去埃拉迪哥 什么 听到这话 吉诺一下瞪大了双眼 奥雷霄双手抱胸 我想看看蕾蒂安娜 在人类世界是怎样生活的 你想让我现在就去吗 面对奥雷霄突如其来的命令 吉诺实在有些莫名其妙 我不明白 奥雷霄难得有耐心地解释道 既然我读不懂他的想法 你就得去帮我收集我需要的消息 凡人的生命比你想象的要短得多 有些人可能在你拖延的期间就死了 现在马上就走吧 闻言的吉诺一下慌了 殿下 您到底怎么了 难道您也想成为人间的审判神吗 别告诉我您这么做 是因为蕾蒂安娜女士酒后说的话 殿下 所有的奴隶都经历过她的痛苦 这是真的 面对极得浑身发抖的吉诺 奥雷霄平静地说道 但蕾蒂安娜不再是奴隶了 事实上她现在属于我了 我不能看着自己的人遭受苦难 吉诺一下被突如其来的狗粮精确击中 对奥雷霄这个情绪化的决定完全无法赞论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殿下 请再考虑考虑 距离神明上次干涉人类事物已经有一千年了 就连索尔陛下也没有插手人间的事物 大家会认为这是对您父亲的挑衅 杀己的人类并不能让蕾蒂安娜女士的噩梦消失 与其死 不如毁了他们 让他们染上疾病 我想说的是 还有其他的惩罚方式 吉诺苦口婆心地劝解 可奥雷霄置若往萌 只是和吉诺对视了一下 淡淡开口 快去快回 吉诺瞬间发出痛苦哀嚎 再也不敢争变什么 您让我别无选择 殿下 天宫的事就像线上的结 一旦他们被破坏了 就没有办法再解开了 记住这一点 很快吉诺周身被蓝色的神力包补 瞬间消失在奥雷霄面前 远处为庆典燃放的烟花还弥漫在空中 奥雷霄静静地看着 如果还来得及的话 雷迪安娜 我想成为你寻找的神 另一边 凡人的世界 埃拉迪哥郊区的竞技场 格拉迪亚正在面前一个贩卖毒药的商人 打算从他那里购买一种罕见的毒药 看到商人犹豫不决 格拉迪亚露出了一个温柔的笑容 别担心 你不会受到伤害的 我只打算在我的奴隶失控的时候用它 女士 我知道你永远不会伤害我 文言的格拉迪亚似乎很满意 你很聪明 现在开架吧 就在这时 一个侍女慌张地冲了进来 主人 出事了 阿佩图斯大人又在酒馆里闹事了 是这样吗 那太好了 明明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 女人却想毒死对方 就在刚刚 格拉迪亚得知阿佩图斯在争执中杀了人 于是起身对着侍女说道 去传达我的口信 我才不会管那混蛋做了什么 等那个商人带着我要的毒药回来 我要你以阿佩图斯的名义收下 我们很快就会将毒药用到他身上 给那些爱说三到四的人一笔钱 让他们散布关于阿佩图斯所做的一切坏事 告诉他们他沉迷于吸毒 是埃拉迪哥的大祭司乌尼库斯 曼多斯的儿子 出去吧 我需要休息了 等到侍从们退下后 格拉迪亚却转身朝外走去 想到那个该死的阿佩图斯 显然还不知道自己的处境 女人默默攥紧了拳头 我管理这个竞技场可不是为了收拾那个混蛋 我想的话现在就能刺死他 很快格拉迪亚来到了装饰精美的露台上 看到他的出现 竞技场上打斗着的奴隶们纷纷停了下来 贪婪地盯着美丽动人的格拉迪亚 只见女人露出了一个如沐春风的笑容 对着台下的奴隶们娇媚地说道 我想知道今晚和我一起过夜的幸运是谁 谁将会成为这个幸运的决斗士呢 和我斯蒂拉一起共度凉宵 另一边 郭维乌斯的宫殿中 雷迪安娜费劲地抬起了沉甸甸的眼皮 嗯 第一次醉酒醒来的她揉了揉头痛欲裂的脑袋 突然被自己身旁隐隐绰绰的光线吓了一跳 瞬间坐了起来 你终于醒了 殿下 你来这里多久了 雷迪安娜转了转紫色的眼睛 扫视着乱七八糟的房间 这是什么情况 我亲爱的雷迪安娜 你不记得了吗 奥雷霄倾笑一声 关于发生了什么 听到这 昨晚断断续续的记忆猛地涌入雷迪安娜的脑海 都是一些尴尬的场面 女孩搜得一下张红了小脸 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我可以解释 看到雷迪安娜可爱的模样 奥雷霄宠溺地笑了 她抬起手 横的一下用神力变出了一卷闪亮的银丝 递给了雷迪安娜 温柔地说道 你今天好好休息吧 你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参加节日庆典 尽情享受你喜欢做的事情了 雷迪安娜 说完奥雷霄化作一束光瞬间消失了 雷迪安娜一脸茫然地看着手中的银丝 要知道奥雷霄一直都是反对她做这些银丝系工的 还没收了她的材料 想到这心情一下复杂起来 突然角落里传来了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雷迪安娜顿时一惊 雷迪安娜夫人 妮可 是你吗 对不起 我的夫人 这都是因为我 哭唧唧的妮可从角落里爬了出来 殿下不知从哪里冒出来 我别无选择 只能躲起来 直到她离开 看到一脸愁容的妮可 雷迪安娜才感到绝望 这一切不是梦 女孩身无可恋地挠了挠头发 天啊 昨晚的是我一件都不记得 如果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怎么办 我可以想起一些灵性的东西 但是 想到这雷迪安娜精神恍惚地拍了拍脸颊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侍从的声音 雷迪安娜女士 有客人要见您 客人吗 谁会来拜访我 雷迪安娜一头雾水 妮可也是莫名其妙 夫人 我去看看 于是朝着门外走去 很快便见到了所谓的客人 赫然是一群高高在上的皇族贵女们 妮可有些吃惊地问道 女士们 是什么把你们带到了我们这简陋的住处 如此傲慢 竟然出自一个小仙女之口 带头的鹤发女子用皇族特有的声音说道 昨晚之后 我们认为应该向殿下的爱人表达我们的敬礼 听到这话妮可一下慌了 请给我一分钟 说完连忙转身朝门后跑去 随后用力关上房门 气喘吁吁地挡在了门后 见状的雷迪安娜满脸猛逼地问道 妮可 怎么了 妮可似乎连回答的时间都没有 不由分说就推着雷迪安娜进了书洗室 我得给您穿衣服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波维乌斯的皇族小姐们来见您了 您一定要保持最佳状态 现在开始请拿好这本诗集 你说什么 还在状况外的雷迪安娜还在状况外 被妮可手忙脚乱地打扮着 最后插上了魔法师大人打造的银板盒 很快笨重的大门打开 雷迪安娜满脸郁闷地出现在了皇族的女人面前 皇族们好奇地扫过女孩纤细的身体 低声交谈起来 和我们神比起来 她显得那么脆弱 就像个孩子 很难相信奥雷肖王子殿下会选择她成为她的出业对象 这是鹤发的皇族女人开口问道 那不是芬达罗斯写的诗集吗 你真的读过吗 面对突如其来的提问 雷迪安娜露出了一抹不自然的笑容 妮可也在一旁为她默默担心 没有听到回答的皇族女人打量着四周 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火炉 顿时被吸引住 很好奇是什么东西 没什么 女士 妮可慌了 急忙上前就想收拾 而此刻的雷迪安娜却突然优雅地站了起来 自信地开口道 这些都是我用来制作银式的工具 你知道怎么处理银器吗 所以谣言是真的 你真的为国王陛下做了一朵银玫瑰吗 皇族们一个个震惊不已 没错 雷迪安娜放下诗集 从容不迫地说道 我的一切都是从我的导师 魔法师大人那里学来的 这的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但没有我们 女士们就没有手势可戴了 话落全场哗然 但没有人反驳雷迪安娜的话 突然鹤发的女人发出一声惊呼 天啊 你的饰品似乎是 魔法师大人亲手打造的银百合 没错 女士 要我给你做一个吗 为了见到夺去太阳王子第一次的女孩 皇族贵女们组团前来 不等皇族们为难自己 雷迪安娜就使出了真诚这个必杀技 要我给你做一个手势吗 下一秒 一个粉色头发的女人便率先冲了出来 天啊 可以吗 这将是我的荣幸 就这样爱美的皇族女人们纷纷跑到了雷迪安娜的身边 希望女孩也能帮她们做点银饰 雷迪安娜欣然应下之后 便开始拿起工具制作了起来 而皇族的女人们也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下 悠闲地谈论起来 自从魔法师大人停止制造银饰之后 想要得到新的饰品就变得越来越难了 没错 她让这个女孩做她的接班人 简直不可思议 看着娇小的雷迪安娜有条不紊地制作着银饰 皇族们嘖嘖称奇 而此刻的雷迪安娜正激动地盯着风箱火上热腾腾的银丝 妮可 你能给我一颗黑珍珠吗 当然 夫人 随着雷迪安娜不停地擦拭着脸上的汗水 一个栩栩如生的海豚饰品就这样诞生了 雷迪安娜将海豚饰品递给鹤发的皇族女人 你似乎很喜欢珍珠 所以我为你做了一个海豚手镯 我知道海豚象征着神明巴克斯 你觉得他和你的意吗 戴着珍珠项链的鹤发女人一愣 似乎被可爱的海豚迷住了 神情呆滞地喃喃自语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 这么精致的饰品 与此同时 波维乌斯的某处宫殿内传出了一道气急败坏的声音 泰拉 原来是巴苏科尼姆 泰拉的父亲 此刻的他怒气冲冲地闯进了女儿的寝室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皇后把我们的一大块土地给了另一个王室 你想让我们像乞丐一样在波维乌斯的大街上生活吗 听到这话的泰拉顿时慌了 猛地想起了皇后的威胁 记住 你家人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中 他们是继续活下去 还是消失在历史中 这取决于你 泰拉努力按下心中的慌乱 颤抖地开口道 请你帮我把母亲叫来 哈 你母亲不可能说服他妹妹阿瓦利蒂亚了 自从那件事发生后 你母亲就已经病倒起不了床了 说到这巴苏科尼姆粗暴的一把拉起泰拉 马上走 我不在乎你是去奥雷肖王子还是去他的小仙女那 请求原谅 接受他说的一切 顿时大惊 身形不稳地晃了晃 一个小妾吗 从来没有哪个皇族会成为别人的妾室 我也许没有强大的力量 但我仍然是一个女神 泰拉咬紧牙关 对着巴苏科尼姆吼道 我可是波维乌斯最强大的派洛斯家族的成员 听到这话巴苏科尼姆不屑地笑 你不会不知道你马上就要被家族抛弃了吧 阿瓦利蒂亚皇后是一个残酷的女神 我不知道她答应了你母亲什么 但你的父亲家族可能会因为你而毁于一旦 奥雷霄殿下说他愿意说你为妾 所以去吧 尽你所能拯救自己 巴苏科尼姆说完便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泰拉脸色大变 捂着肚子 噗通一声跌到了地上 我为成为太阳王子的妻子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我从来不知道在皇家花园的一时失控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想到当初母亲为自己的谋划 说孩子是卡丽哥的 反正大家都知道她到处拈花惹草 但是这个计划没有成功 因为卡丽哥被流放到人间了 是阿瓦丽迪亚皇后 希望我尽快嫁给奥雷霄王子 对我来说 嫁给卡丽哥还是奥雷霄都无关紧了 想到这泰拉腾的一下站了起来 神情顿时变得坚定无比 她只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当上合法的继承人 她不认为半人半神的奥雷霄 会拒绝像她这样的纯种人 为了阻断奥雷霄的毒心术 也为了减缓孩子的生长 泰拉果断掏出了皇后交给她的强力灵蒙鱼 一口吞了下去 然后咬紧牙关 恨恨地想到 他们怎么敢小看我 奥雷霄是审判神 但最终也不过是个半神而已 走着瞧吧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奥雷霄王子是我 另一边 人间的埃拉迪哥 街道上的人纷纷瞥了一眼 裹着黑色斗篷的可疑老人 而乔装成老人的吉诺简直要疯了 我知道这是贫民窟 但臭气熏天的环境 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我一直在调查奴隶拍卖所 根据雷蒂安娜女士醉酒后说的话 但毫无用处 吉诺内心疯狂吐槽 默默地抬头仰望着天空 殿下 您不觉得对我要求太高了吗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吉诺身后传来 你在找什么东西吗 吉诺连忙转身 看到了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男人 吉诺趁机开口问道 你在奴隶市场上工作多久了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刀疤男不确定地说道 让我看看 我在这里待了快三十年了 听到这话 吉诺阔绰地扔出了一块金条 我有事要问你 文言刀疤男油腻地对着吉诺打了个Win 你只会问一个奴隶主义件事 说着便嬉皮笑脸地把金块放进了怀野 如果你希望处理掉一些不守规矩的奴隶 那你就来对地方了 你看起来像个大人物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就会解决你的问题 吉诺皱了皱眉 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问的是以前有个叫雷蒂安娜的女奴在这里工作过吗 哈 你说雷蒂安娜 刀疤男有些惊讶地摸了摸后脑勺 你指的是那个长得紫色眼睛和金色头发的女孩吗 没错 听到这话吉诺内心无比激动 终于 我找到这个地方了 吉诺终于找到了继品女孩从前生活过的地方 却听到了雷蒂安娜更多受虐的过往 眼前的刀疤男还在嘚死地说着 我当然记得他 他的身价和他母亲一样贵 我不能说更多的细节了 因为这涉及到埃拉迪哥的一个重要人物 刀疤男嘴里这么说着 手却伸了出来 看着故意卖关子的刀疤 吉诺抛出了一块金子 接着问道 你是说埃拉迪哥的重要人物吗 拿到金子的刀疤这才没开眼笑地说了起来 有传言说那个女奴是一个重要人物的私生 她的母亲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还有点神力 她们之所以能在平民窟生存 是因为大祭司乌尼库斯 谁敢对一个侍奉过大祭司的前神女下手 刀疤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苹果 边吃边说道 而雷蒂安娜变得更加出名的原因是 有一天格拉迪亚神女亲自来这里 她把雷蒂安娜提拔成神女了 格拉迪亚 吉诺猛地一惊 刀疤继续说道 但这并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随即她转头对着一个扛着布袋的男人喊道 嘿 你过来 我正打算跟这个先生说雷蒂安娜是怎么骗你的 话落不远处的男人粗暴地放下了手里的布袋 不由分说就骂了起来 直到今天 一想到她我就热血沸腾 我打了她 把她绑在猪圈里 她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 我不是告诉过你要趁早得到她吗 看着男人们哈哈大笑的恶心样子 吉诺攥紧了握着拐杖的手 气得差点咬碎了牙 此刻的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奥雷霄要派她来这 如果这次来的是奥雷霄 她一定会把埃拉迪哥烧成灰烬 打剧完的刀疤男又想到了吉诺的存在 于是开口问道 您为什么想知道那玩意的事 话音未落 刀疤突然愣住了 只见吉诺脚下浮现一个蓝色法阵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两个男人的半截身子就被埋入了地下 任凭怎么挣扎呼救都没用 吉诺猛地卸下伪装 闪现到了一旁的围墙上 呸得一声吐了口唾沫 像你们这样的人渣不该死得这么快 就这样慢慢等死吧 真不敢相信蕾蒂安娜女士是在这种地方长大的 吉诺暗暗想着 俯身往下观察着四周 不远处蹲着两个饿得走不动的母女 突然扑通一声 传来的小孩高兴地欢呼 尼巴变成面包了 吉诺微微一笑 我相信陛下会理解的 不管怎么说 对快要饿死的孩子视而不见绝对不是上帝的旨意 那么 我要去找那个所谓的埃拉迪哥大祭司吗 与此同时 波维乌斯的宫殿里热闹非凡 节日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就连萨尔图斯的妻子维卡里亚王妃 也带着刚刚出生的长子来了 向索尔行礼之后 索尔便让维卡里亚上前 结果长孙就抱在了怀里 顺便关心了一下维卡里亚 而萨尔图斯也走到了维卡里亚身边 柔声说道 谢谢你生下我们的儿子 这没什么 就在这温馨的时刻 皇后阿瓦丽地亚带着优雅的微笑 对着索尔说道 他和他的父母一样有着金色的头发呢 是不是很可爱 那么奥雷肖王子是不是能告诉我们 七代的婚礼也能很快举行了 在阿瓦丽地亚的暗暗催促下 索尔召唤了奥雷肖询问道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你和泰拉的婚礼计划呢 我会的 奥雷肖微笑着说道 看着乖乖回答的奥雷肖 阿瓦丽地亚心中一惊 她为什么回答得这么心甘情愿呢 于是皇后优雅地笑了 对着奥雷肖说道 看来你一定是醒悟过来了 泰拉非常担心这一切 担心 奥雷肖倾笑了一声 却不禁让人毛骨悚然 他漫不经心地开口道 我已经和他父亲谈过了 他也很担心他的女儿 文言阿瓦丽地亚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反问道 他的父亲 你指的是巴苏克尼姆吗 是的 他在拜访过我 他似乎是个没有耐心的人 奥雷肖平静地说着 所以 我们对泰拉可以做我小妾的事情达成了一致 小妾 你想让派洛斯家族的泰拉当小妾 阿瓦利比亚发出了不可思议的笑声 随后对着奥雷肖大声吼道 泰拉可是一个纯血统的皇室成员 就在这时 索尔抬手抓住了阿瓦利比亚的肩膀 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接着内心询问奥雷肖是什么情况 奥雷肖淡淡地开口道 我只是给了他们想要的 一旁的萨尔图斯再也看不下去 出声提醒道 奥雷肖 够了 奥雷肖置若罔恩 继续说道 不顾萨尔图斯的劝阻 转身朝外走去 又突然停了下来 回头对着皇后说道 记住 泰拉没有多少时间了 毕竟 耐心不是我的强项 万人敬仰的太阳王子 只想和季萍女孩结婚 可恶毒的皇后 却一心想让侄女嫁给她 甚至是当小妾也在所不惜 得知此事的泰拉满心愤恨地 前往蕾蒂安娜的住宠 看着不远处的走廊上人来人往 泰拉下意识往上抬了抬高傲的头颅 恨恨地吐出一口气 我就知道 亲眼目睹了一个小仙女 战胜了我这个皇室神女 大家肯定会议论纷纷 想到父亲同意让自己当小妾 泰拉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朝着前方喧闹的人群走去 大家在这里做什么呢 你们不是应该出去尽情地享受节日吗 话落 空气顿时安静下来 几个皇族女人们 错不及防地回头看去 来人赫然是装扮得金光闪闪的泰拉 见状一位皇族女人开口道 泰拉女士 你怎么来了 我当然是来见那个愚蠢的石头仙女的 泰拉优雅地撩了撩头发 我一直在等她来拜见我 但她没有来 我要让她为自己的无理行为后悔 毕竟我代表的是不为乌丝的女士们 文言皇族女人有些心虚地附和道 是的 当然 看着面前明显有些慌张的皇族女人们 泰拉隐约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突然她眼前一亮 那不是魔法师大人制作的小视频吗 太过分了 你们明知道我在到处找她的作品 一个皇族女人满脸尴尬地回答 泰拉女士 我很抱歉这么说 但这不是魔法师大人制作的 文言的泰拉皱起了眉头 生气地大声喊道 你是说我的眼睛看错了 当然不是 可这是有 背后的皇族女人急忙解释 可话没说完就被不远处的一道惊呼打断了 天啊 太神奇了吧 她的小手怎么能做出这么复杂的东西来呢 不仅如此 她还很有品位 怪不得殿下会选择她做她的第一夫人 突然两位皇族女人顿时大惊 只听泰拉愤怒的声音缓缓响起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你们让我想起了墙头草两边倒 阿泰拉女士 这都是误会 我们只是 没等她说完 泰拉狠狠地推了一下黑发的皇族女人 然后语气冰冷地开口道 我希望你们当着皇后的面也能这么说 我们走 我要给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 与此同时 雷蒂安娜的房间前 众多的皇族女人们聚集在此 热闹非凡 妮可扯着嗓子喊道 现在现在 下一个是谁 话音刚落 就有一个皇族女人兴奋地跳了出来 我我 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当然 请给我们一点时间 妮可擦了擦头上不存在的汗水 点头说道 这不会很快结束的 随即转身来到了埋头工作的雷蒂安娜身边 焦急地问道 雷蒂安娜夫人 我们该怎么办 队伍一点也没变短 妮可回想起已经被雷蒂安娜 当大白菜一样送出去的几十件首饰 面露难色 妮可 雷蒂安娜突然喊道 在的 夫人 妮可下意识回应 而小脸通红的雷蒂安娜笑容灿烂地继续说道 我的心感觉很满足 听到这话妮可震惊了 在这种时候 您怎么还能这么高兴呢 您为什么会同意为每个人制作小视频 您应该穿着您最好的衣服 受到其他女士的尊敬 可现在的雷蒂安娜头发已经被汗水浸湿了 衣服上液沾满了锻造时候四件的火花 现在没人会把它当成仙女 想到这妮可无奈地叹口气 如果殿下发现了 她可能会砍了我的头 突然一道侍从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索尔陛下要求所有人都来庆祝第一皇孙的诞生 听到这话的妮可顿时开心起来 蕾蒂安娜夫人 我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而蕾蒂安娜只是呆呆地看着妮可 应了一声哦 您说哦是什么意思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妮可急忙推着蕾蒂安娜的后背进入洗漱间 就在这时 侍从的声音再次传来 蕾蒂安娜女士 有个客人要见你 文言妮可抱怨了起来 什么 来得真不是时候 下一秒 泰拉的声音冰冷地响起 还是一如既往的乌鱼 只见泰拉带着众多侍女已经来到了蕾蒂安娜面前 妮可顿时慌了 泰拉女士 我道歉 可蕾蒂安那夫人现在还没准备好接待客人 泰拉没有理会妮可 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蕾蒂安娜 我知道你在用你的小花招来迷惑波威乌斯的女士们 你说你还没准备好迎接我吗 听到泰拉不悦的话语 站在她身后的侍女猛地推了一把妮可 妮可重重地跌倒在地 蕾蒂安娜吓得发出惊呼 随即直直地看向泰拉 泰拉得意地笑了 蕾蒂安娜 你的女仆得好好学学理 你自己也是 听到这话的蕾蒂安娜死死地盯着泰拉 健壮的泰拉失去了理智 你一定觉得自己很特别 因为你在给殿下暖床 像你这样的小仙女怎么敢直视我的眼睛 文言蕾蒂安娜死死地握紧拳头 鼓气勇气反击道 殿下告诉我 眼睛注定是要相遇的 当着太阳王子的面 蕾蒂安娜 不料人类女孩竟鼓气勇气反击 殿下告诉我 眼睛注定是要相遇的 什么 你竟敢嘲笑我这样的女神 泰拉女士 我认为恰恰相反 蕾蒂安娜一脸无辜地说道 听到这话泰拉气得咬牙切齿 女孩微弱地反击瞬间让她失去了理智 你这个小小的仙女 竟然这么无理 说着便抬起那只闪着金光的手 准备给蕾蒂安娜一个耳光 就在这时 妮可闪身挡在了蕾蒂安娜面前 随即啪的一声 一个有力的巴掌就这么落到了妮可脸上 妮可身形亮枪了起来 蕾蒂安娜担心地扶住了妮可 生气地质问泰拉 你到底想干什么 而泰拉只是双手抱胸 满脸的理智气壮 是这个小仙女的错 他敢阻拦我这个皇祖 此行将会是他要面临的惩罚 况且侍奉像你这样的人本身就是一种罪故 闻言蕾蒂安娜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粉 出声打断 够了吗 随即又挡在妮可面前 对着泰拉大声质问 那你为什么不打我呢 什么 对于蕾蒂安娜的反应 泰拉满脸错了 蕾蒂安娜却是大步靠近泰拉 平静地开口道 如果能让你好受点 那就尽情地打我吧 但是记住我的话 如果奥雷霄殿下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会告诉她 我想要看到你的手装在盘子里 话音刚落 泰拉周身瞬间变了 对着蕾蒂安娜吼道 你在威胁我吗 蕾蒂安娜扶着瑟瑟发抖的妮可 坚定地开口 我要你向妮可道歉 如果你这么做 我就当这是没发生过 听到这泰拉周身变得更加冰冷 颤抖地说道 你怎么敢 健壮的妮可满脸担忧 蕾蒂安娜女士 您不需要这么做 我很好 但蕾蒂安娜还是坚定地站在泰拉面前 重复了一遍 我说 向妮可道歉 除非你想让殿下砍下你那只漂亮的手 话落 泰拉气的后槽牙都咬碎了 手上瞬间凝聚出了金色的神力 大喊着抬手就想对蕾蒂安娜打去 不料下一秒 被一只男人的手抓住了 同时奥雷霄辞性的嗓音也在整个房间响起 我不知道你想要泰拉的手 你应该告诉我 蕾蒂安娜 蕾蒂安娜看到突然出现的奥雷霄 顿时愣住了 红着小脸轻轻地喊了一声 殿下 而奥雷霄只是攥紧了泰拉的手腕 冷着脸开口道 泰拉克尼姆 我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 我也不仁慈 说完重重地松开了女人的手腕 泰拉扑通一下跌倒在地 裙摆上迅速渗出了大块血迹 女人吓得面如死灰 奥雷霄转头冷冷地看了一眼泰拉 你好像喝了不少玲珑乳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这是你冒犯我和我女人的代价 此时的泰拉早已下风了 全身控制不住地颤抖着 殿下 我不是故意的 听到这奥雷霄忽然笑了 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忘记我们曾经讨论过让你做我小妾的事 说完就抱着雷蒂安娜转身离开了 任凭泰拉扑的多么撕心裂肺也无济于事 另一边 烦人的世界 在一家喧闹的海边酒馆里 充斥着各色酒客的交谈声 你看到那艘黄金船的船长了吗 我听说女人们都在争夺她的注意 她以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 我听说她身边美女环绕 而且都是竞技场里的美女 这是真的吗 我真是等不及想看看那家伙的脸 突然笑着倒酒的男人愣住了 呆呆地注视着前方 是谁 被金光包围的男人一敬名 就闪瞎了众人的眼 在场的凡人不自觉地就朝他跪拜了下去 来人赫然是皇后的儿子卡丽哥 卡丽哥轻吼一声 静直入了座 对着酒馆老板吩咐道 给我拿点酒来 老板连忙应声 好的 就在这时 一道刺耳的喊声响起 你竟敢把我锁起来 混蛋 就为了几个微不足道的硬币 等着瞧吧 一旦我破门而出 你就有麻烦了 知道我是谁吗 听到这卡丽哥提起了一丝兴致 慢悠悠地开口问道 你为什么把那个人关起来 酒馆老板满脸惶恐地回答 哦 他只是个路过的流浪汉 喝了一点酒 就杀了和他在一起的女人 他疯了 竟然说自己是大祭司乌尼库斯的儿子 闻言卡丽哥欲发来的兴致 笑着吩咐道 把他带过来 我真的需要一点乐子 我想他将会成为我的绝佳玩物 太阳王子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 人类女孩刚进入浴室 他就准备霸王硬上弓 一想到刚刚发生的事情 女孩的脸上就泛起阵阵红韵 他太紧张了 以至于没有在第一时间拒绝 而且他也不认为奥雷霄 愿意亲自给他洗澡 不料男人却是一脸淡定的开口 雷蒂安娜 现在我们洗漱一下吧 话落 女孩大惊 以为奥雷霄是生气了想惩罚自己 于是急忙解释 我不是故意和泰拉女士吵架的 我真的不需要她的手 所以请别生气 奥雷霄没有理会 只是顺移到了女孩身边 仔细地把雷蒂安娜全身检查了一遍 没发现有受伤的地方 男人松了一口气 面无表情地看着女孩 雷蒂安娜 我要重复多少遍 我不喜欢别人破坏我的东西 无论是有意为之 还是巧合 说到这奥雷霄眼神一领 冰冷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女孩肿胀的双手 你的手 话音刚落 雷蒂安娜不由自主地色索了一下 连忙解释 我没有伤害她 我只是做了几件仪式 看着急切辩解的女孩 奥雷霄叹了口气 你做什么事都有理由 她第一次对自己的心软感到后悔 真不应该把银线交给雷蒂安娜的 但是作为一个神 她却不能违背自己的承诺 所以她没有再开口 用心疼的眼神扫了扫女孩受伤的地方 可怜的雷蒂安娜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撒娇般地嘀咕着 你不是允许我做银丝戏工了吗 此时的奥雷霄正拉着女孩的手 轻柔地擦拭着她受伤的地方 听到雷蒂安娜的话开口道 我从没说过可以伤害你的手 文言雷蒂安娜一下愣住了 终于get到了男人的关心 小脸刷得一下红透了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这是因为你是我的 奥雷霄一脸认真 低头靠近女孩 视若珍宝般地亲吻了一下她的手背 所以记住我的话 无论谁敢对你下手 我都会让她失去生命 雷蒂安娜呆呆地看着面前发光的男人 差点就沦陷了 不料男人磁性的嗓音再次响起 节日远未结束 你要记得 妮可和吉诺的生命 取决于你能否成功伪装成仙女 听到这雷蒂安娜顿时反应过来 男人在耍花招 还没等她说出无耻两个字 奥雷霄就用幼稚的威胁转移了话题 而且你是否活下去取决于我 那么现在 我们开始洗澡好吗 什么 雷蒂安娜呆住了 全身僵硬地看着面前 笑得像个孩子一样的男人 她甚至亲手拿起了海面 女孩顿时吓得尖叫起来 我可以自己洗 奥雷霄却置若罔闻 只是自顾自地开始给雷蒂安娜清洗起来 很快暧昧的水声在浴室里不断响起 与此同时 浴室外 妮可正坐在沙发上小声抽气着 雷蒂安娜夫人救了我 本来就算我死在泰拉大人手里也没人会在乎 但雷蒂安娜夫人却命令身为皇族的泰拉大人向我道歉 想到这妮可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拍了拍肉肉的脸颊 对自己说道 妮可 正坐起来 你的工作是确保雷蒂安娜夫人在波维乌斯受到别人的尊敬 于是妮可开始为突如其来的宴会做起了准备 小小的精灵脑飞速旋转着 这次的宴会是为了庆祝第一皇孙的诞生 也就是说维卡里亚王妃在主持宴会 那么适合宴会主题的首饰和衣服就是这些了 等到妮可信心满满的准备好 却发现浴室的门依旧紧闭着 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洗完澡呢 而此时的奥雷霄早已夺去了女孩的呼吸 直到欲望得到短暂的缓解之后 男人才不舍得离开蕾蒂安娜的红唇 看着女孩飞红的小脸 情不自禁地夸赞道 蕾蒂安娜 你真美 我们该从浴池里出去了 宴会马上就要举行了 说着便拉着女孩的手向外走去 此时的蕾蒂安娜才发现 手上的伤口竟然已经愈合了 她一下呆愣在了原地 拉着她的奥雷霄回头看了一眼 不放心地交代道 蕾蒂安娜 小心点 吉诺不在的时候尽量避免受伤 还没等她回答什么 奥雷霄就露出了恶魔般的微笑 等庆典结束后 我期待着在特斯卡的夜晚 蕾蒂安娜 女孩这才明白她的意思 瞬间羞红了脸 糟了糟了 蕾蒂安娜的人类身份 被恶毒皇后发现了 就在刚刚 得知泰拉在太阳王子面前流产的皇后 终于失去了以往的从容优雅 重重地扇了泰拉一把掌 泰拉一下跌倒在地 皇后生气地怒骂道 你这个蠢货 你怎么敢在奥雷霄面前流血 所有林努母都没用了 你没有价值了 此时的泰拉还沉浸在失去孩子的痛苦中 哭着对皇后大喊 可我失去了我的孩子 文言的皇后越发生气 一把抓住了泰拉的头发 谁会在乎一个私生子 你真以为你能骗过审判之神奥雷霄吗 随即转头对着一旁的侍女吩咐道 过来 把这混蛋扔进萨提罗斯的洞穴里 听到这话的泰拉瞬间泪 连忙祈求道 对不起 阿瓦利迪亚姨妈 可皇后依旧不为所动 生死存亡之际 泰拉脑中灵光一闪 我看到血了 什么 奥雷霄的那个仙女 我看到她手上有血 那是人类的血 听着泰拉荒唐的话语 阿瓦利迪亚皇后眉头皱得更紧了 她弯下腰 伸手抬起泰拉的下巴 你真的疯了吗 不 我发誓 我亲眼所见 阿瓦利迪亚姨妈 她的手上有伤痕 是深红色的 他们说她是个仙女 可是她的血迹不是绿的 也没有闪光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阿瓦利迪亚的嘴角猛地上扬 事情会变得相当有趣 见状泰拉趁机哀求道 请发发慈悲吧 阿瓦利迪亚姨妈 皇后没有理会她 只是转身对着侍女冷冷地说道 暂时先把她关在这个别墅里 好的 皇后陛下 很快阿瓦利迪亚皇后走出了别墅 回到了自己的寝宫 一路上她都在思考 如果泰拉说的是真的 那么我必须抓住这次机会 把奥雷消吃为叛徒 阿瓦利迪亚的眼上 忍不住笑了起来 只是一个人族蠢货呀 她竟然为了一个人类女孩 拒绝了一位皇家女神 和当初她的父亲索尔一样呢 光影交错间 脑海中浮现出 雷迪安娜的美丽脸庞 阿瓦利迪亚的眼神变得淋漓了起来 似乎不是在笑 也不是在哭 随即对着侍女吩咐道 通知希莫洛 我们必须弄清楚那家伙 到底是不是人类女孩 很快皇家巫师希莫洛就出现了 乍一看向美少年的脸庞 但眼神中却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阿瓦利迪亚拿起酒杯 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听说奥雷肖的出业对象 是一个人类女人 文言的希莫洛顿时一惊 皇后 您是什么意思 要知道伯王陛下 已经承认了她是一位仙女 阿瓦利迪亚淡淡开口道 她为她做了一个银制饰品 他们从一开始就打算愚弄我们 但是希莫洛 人类也可以制造银制饰品 不是吗 没错 希莫洛下意识咽了一口唾沫 接着说道 可如果她是一个人类 陛下会立刻知道的 就是这样 只有索尔和奥雷肖才知道真相 说到这 表面平静的阿瓦利迪亚 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 她想起了两百年前 第一个踏足波维乌斯的人类女人 有着和奥雷肖一样乌黑的头发和眼睛 眼里顿时生腾出一丝杀气 恨恨地说道 将奥雷肖送到特斯卡 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必须等待时机 直至卡利哥回到波维乌斯登上王位 听到这话的希莫洛杰利 暗下心中的慌乱 强装镇定地开口道 皇后 奥雷肖王子已经因为您手上沾满鲜血 如您所愿 她的光芒已经完全暗淡 而且作为审判神 她永远不可能成为波维乌斯的统治者 这是每一位皇室成员 包括索尔陛下都清楚的事实 这是你不知道的 阿瓦利迪亚咬牙切齿地说道 那个人类女人是陛下的弱点 她可能会怜悯奥雷肖 她们将共同孕育出一位全能的神秘 希莫洛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你指的是这个吗 话音刚落 阿瓦利迪亚猛地激动了起来 别傻了 所有人类都会被火烧死 为什么他们要把年老先知的胡言乱语 刻在石板上 见状希莫洛公身行了个礼 轻声说道 但也是多亏了那个预言 才让我们把那个麻烦的人类女人烧死了 并且这让我们成功对奥雷肖王子下了咒 希莫洛说着便拿出了一盒镇静药丸 递给了皇后 一口气就把她咽了下去 像是自言自语似的 不过我用她对付了奥雷肖的母亲莫塔尔 可以想到她我依然心烦意乱 当年索尔和莫塔尔的结合 让巫师们相信预言正在实现 于是不顾其他皇族的反对 阻挡了我成为皇后的路 当时索尔也很偏爱莫塔尔和奥雷肖 把他们都带在了身边 我可是拼尽全力才走到这个位置的 奥雷肖象征着我所遭受的羞辱 而索尔对卡利哥的态度很矛盾 因为她缺乏大多数神灵与生俱来的力量 唯一陪我度过这一切的人只有你 希莫洛 皇家的巫师也是她唯一的知己 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把奥雷肖永远关在哈德斯的地下世界里 这样一来 我们的家族就能永远在波维乌斯一一生辉 阿瓦利迪亚举起闪着金光的左手 伸向希莫洛 希莫洛轻轻地吻了吻那只手 是的 卡利哥殿下将会统治天宫